中三年冬霸诸侯御史中成 春匈奴王二人率齐徒来详 接封为列侯 立皇子方成为清河王 三月会兴出西北 丞相周亚夫勉 以御史大夫陶侯留舍 为丞相四月帝洞 九月勿虚毁 日时均东都门外 中三年冬就是指公元前的147年 那么这年的冬天 罢就是罢免罢掉诸侯御史中成 这个御史中成是指各个诸侯国当中的御史中成 不是指汉朝的中央朝廷的御史中成 还有一个这里边的御史中成应该是御史大夫 因为这个御史中成是御史大夫的手下 当时在这个汉朝的各个诸侯国里边 也跟这个汉朝的中央政府是一样的 也设这个御史大夫 不是叫御史中成的 所以这里边要把这个御史中成改为御史大夫 那么在这个公元前147年呢 就把这个诸侯国当中的御史大夫呢 就给这个罢免掉了 也就是说这个当年的春天呢 匈奴亡二人 这个匈奴呢 就是指北方的少数民族啊 匈奴 其中呢 这个有两个人是在这个匈奴啊 这个这只这个少数民族里面是做王的 有两个人呢 就率领他们的手下到这个汉朝呢 来投降 他们来投降呢 这个汉朝的政府呢 对这种行为啊 也是非常这个鼓励的 于是呢 就封这两个人呢 为猎侯 但是呢 这个根据那个其他史料啊 说这个当时呢 其实这个匈奴王到汉朝来投降的人呢 一共是有七个啊 并不是只有两个 但是我们这里呢 只记载了两个人啊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立皇子方成为清河王 这个方呢 应该是多出来的字啊 应该把它勾掉啊 这个刘成呢 是清河王 刘成呢 也是这个汉锦帝的儿子之一 他呢 是皇子被封为清河王 清河国呢 他的国都啊 也就是说他的治所呢 是在清阳 也就是在今天河北省的清河县 这个刘成呢 是刘悦 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刘悦的 同胞兄弟啊 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妈生的 三月份的时候呢 彗星出西北 那彗星呢 因为在这个中国古代 一直被中国古人认为是这个不吉祥的一个一个星体啊 所以说他在这个天空出现的时候呢 就会预示着啊 在古人看来呢 就会预示着地下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啊 这个这个当时的这个汉朝呢 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灾难会发生 所以呢 这个史官呢 会把这个天文现象呢 会把它记载下来 当时呢 是这个彗星啊 出现在天空的西北方 啊 同年呢 丞相周亚夫免 周亚夫呢 原来在这个中央朝廷 汉朝的中央朝廷呢 是做这个丞相的 那么本年呢 被免掉了 他免掉之后呢 那这个玉使 原来的那个玉使大夫 叫这个刘舍啊 他呢 是陶侯 他的爵位是陶侯 他呢 被封为这个丞相 这个刘舍是谁呢 他是这个刘邦的功臣 刘湘的这个儿子啊 是被封为陶侯 在这个周亚夫做丞相的时候呢 他是做这个玉使大夫的 那么周亚夫被免了啊 这个刘舍呢 就被提上来 那么四月份的时候呢 又发生了地震 地动就是地震啊 九月物虚毁 物虚呢 是九月三十 九月三十呢 也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啊 所以发生了这个日时 发生日时啊 军东都门外 这个东都门外呢 是指长安的那个东都门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这个驻军了 他因为这个天象异常啊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古人呢 认为这个天象异常 是不是我们这个王朝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整个汉朝的 是不是又会发生其他的这些灾难呢 所以说只要一发生这种 异常的天气现象呢 这些皇帝啊 或者是诸侯国的国军呢 他都非常紧张啊 所以就把这个军队呢 先动员起来 准备好 就一旦要发生这个 不测的这种人祸的话呢 这些军队啊 好出动啊 及时的进行这个预处理 中四年四月 中四年三月 至德阳宫 大黄丘 涉徒做阳灵者 中四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146年 这一年的三月份呢 这个至德阳宫 至呢 其实就是修建的意思 修建了德阳宫 那么这个德阳宫 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它呢 是这个景地呀 为自己修的这个庙 这个事呢 其实也是这个比较奇葩的 一件事啊 一般来说呢 只有皇帝啊 死了之后呢 这个庙啊 才会修 这个才会建起来 但是呢 这个汉景帝呢 他玩了一个邪的 就是自己还在活着的时候呢 就给自己啊 给自己立了一个生庙 所以这件事呢 这个当然呢 这个也不知道 他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目的啊 反正这个汉景帝 可能就是心血来潮 觉得自己活着的时候 给自己立庙 看看这个有什么效果 也不排除 是有这个好奇的 这样一个一个心理啊 那么这一年呢 发生了这个黄灾 大黄呢 就说明这个黄灾啊 发这个黄灾的这个程度 是很严重的 当年的秋天呢 因为这个有灾了 所以说这个汉景帝呢 决定是涉徒做阳陵者 做阳陵呢 就是指了汉景帝 蒸发一些人 给自己盖这个陵墓 因为汉景帝的那个陵墓呢 就叫阳陵 那么这一年呢 就这个把这个做阳陵 修建阳陵的那些图历啊 图呢 是这个苦义犯 还有这些这个历呢 就是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 把他们全部都赦免为平民 因为这个在这个 前七年以前呢 汉景帝呢 曾经发布过这样一道诏令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历图啊 他可能是每年都会征收一批新的 可能这个有些历图呢 因为他是有服役期限的 你比如说可能有些人 他就有些苦义犯 可能干三年或者干两年 然后他苦义 这个刑期满了之后呢 他就被放回去了 所以说这个苦义犯 包括这个奴隶呢 他是不定期更换的 那么本年呢 这个汉景帝啊 也就是把本年啊 这个给他修陵墓的这些人呢 全部都这个赦免为平民 中五年下 立皇子顺为常山王 封石侯六月丁寺 赦天下赐绝一级 天下大闹 更命诸侯丞相约相 秋地动 中五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145年 这年的夏天呢 这个汉景帝啊 立皇子刘顺为常山王 刘顺呢 也是这个汉景帝的儿子之一啊 也是皇子之一 他呢 跟前面提到的那个刘岳呢 他们都是一个妈生的 是这个义乃同胞的兄弟啊 那么这个常山国呢 他的治所呢 是在今天河北省的元氏县啊 所以说呢 就把他封为这个常山王啊 封石侯 这个石侯呢 应该是五侯啊 应该没有那么多啊 这五侯呢 应该是这个亚古侯啊 这个还有这个龙绿侯 还有这个城市侯 还有这个环翼侯啊 最后一个呢 是盖侯啊 封这五个侯啊 这五个侯呢 当时封的时候呢 都是有原因的啊 等我们以后读的时候呢 会继续读到这一点啊 这里我们就不再细讲了 这个是封五侯啊 不是封石侯 那么六月丁寺呢 是指这个六月二十九这天 那么汉景帝呢 大赦天下 而且给天下所有的成年男子啊 赐绝一级啊 这一年呢 也是发生了大闹啊 这个自然灾害也比较频繁啊 更命啊 更命呢 就是更名 改名 把这个诸侯的成像 改名叫像啊 也就是说把那个成字去掉了 改名叫像啊 本年的秋天呢 又发生了这个地震 中六年二月 吉卯行姓庸 交建五帝 三月玉宝 四月 梁孝王 承阳公王 鲁南王 接轰 立梁孝王子明 为纪川王 子彭黎 为纪东王 子定 为山阳王 子布什 为几阴王 梁分为五 封四侯 更命 庭位为大礼 降座少府 为降座大将 主角中尉 为都尉 常信詹士 为常信少府 降行 为大长丘 大行 为行人 凤长为太长 典克为大行 智宿内史为大农 以大内为两千十 智左右内官 蜀大内 七月辛亥 日时八月 匈奴入上郡 中六年呢 是公元前的一百四十四年啊 二月二十五这一天 那么汉景帝呢 寻兴到雍这个地方 雍这个地方呢 我们以前一直也提到过很多次啊 因为他是在汉朝的时候呢 他是这个一个县的名字 他的县制所呢 就是在今天的陕西省的凤翔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前朝啊 秦朝的龙兴之地 所以这个地方呢 盖了当时在秦朝的时候呢 就建了很多祭天的那个台子 就是建了很多祭台啊 所以呢 这个汉景帝啊 本年在这个 一百四公元前一百四十四年呢 就寻兴到了雍这个地方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进行了这个交际啊 交际这个五帝 五帝呢 原先我们已经这个提过啊 就是指这个东帝 南帝 西帝 北帝 跟这个中帝 这个汉景帝呢 到雍这个地方 来这个在雍这个地方的这个郊外 祭祀这个五帝 这个叫交建五帝啊 三月玉宝 那么三月份的时候呢 又下了这个宝子 四月份的时候呢 他的兄弟梁孝王 也就是这个刘武 还有承阳公王 承阳公王呢 是指这个刘喜 这个刘喜呢 是刘彰的儿子 刘彰呢 这个人以前我们经常提到过 因为他在灭那个朱吕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是出了很大的力了 也就是朱须侯 当时呢 他是以朱须侯的身份啊 灭的这个朱吕 这个刘喜呢 就是他的儿子 是被封为这个承阳王的 这个公字呢 是这个刘喜的嗜好 还有这个汝南王 汝南王呢 叫刘飞 刘飞呢 他也是这个汉景帝的儿子啊 这三个人呢 是这一年啊 全部都轰了 轰了就是死了 历梁孝王的儿子 这个刘明啊 为几济川王 子 彭黎为济东王 子 刘定为山羊王 子 刘布什为几阴王 也就说什么呢 这个 梁王死了之后呢 这个梁帝啊 被这个一分为五了 把这个五小块的 这个小的诸侯国 全部都封给刘武的这五个儿子 所以呢 他后面讲叫梁分为五 分成了这个五部分啊 分成了五部分 就全部都这个封给这个 他的这个儿子了 但是呢 我们这里啊 只提到了四个人啊 一个是这个 呃 梁孝王刘武的这个爵位啊 他就变成了梁王 所以说算上这个梁王 再算上这个济川王 济东王 山羊王和济阴王 那么整个呢 这个梁帝啊 就被一分为五了 为什么汉景帝要把梁帝一分为五呢 其实啊 他就是这个 呃 采取了那种重见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 因为这个刘武呢 当时在活着的时候啊 他呢对这个汉景帝的 这个皇帝的位置是有威胁的 所以他这个汉景帝呢 这一生啊 就是对这个刘武防范的是非常严的 因为他跟刘武呢 是这个亲兄弟 是义奶同胞的兄弟啊 都是这个窦太后的儿子 窦太后呢 又特别疼他这个小儿子刘武 所以说呢 经常在这个话里话外啊 就这个对汉景帝提出威胁 就让这个想让这个刘武呢 做这个汉朝的天子 所以说这个汉景帝呢 就对刘武防范呢 是非常严的 那么等刘武死了之后呢 汉景帝说干脆 我就把你这个诸侯国 分成五个小诸侯国算了 不让你们算成一个拳头 你变成小诸侯国了 那你每一个诸侯国 对我的这个中央朝廷啊 威胁就小了 所以呢 汉景帝就是这个 把这个刘武 他的领地呢 梁帝啊 就分成了五份 然后让他的五个儿子呢 分别做这个五个小诸侯国的王 这里边又提到了一个风四侯啊 这个查不到资料上 查不到这个风四侯是哪四侯啊 怀疑呢 可能是这个错检啊 也就是说风四侯这个逐检呢 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出现 可能是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 这个错检呢 摆错地方了 那么传来传去 可能就一直传到现在 所以风四侯这事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更命廷位为大理 那么把廷位这个官呢 改成是大理 大理这个名字啊 后来到这个明清的时候 一直在用啊 尤其到清朝的时候 还设这个大理四侵啊 一直是有的 就管这个 其实呢 他就是管司法的 当时呢 在汉朝 在这个景帝以前 还是叫廷位的 秦朝的时候也是叫廷位 那么到景帝这时候呢 就改成这个大理了 把这个将座少府呢 改成是将座大将 也就说什么呢 这个汉景帝啊 热衷于改这个官名啊 所以说在他这个执政这段期间 他官名呢 改了很多 这个将座少府是干什么的呢 他主要是管这个宫廷的建筑的 管宫廷建筑啊 所以说就改成了将座大将 那么主角中尉呢 给改成了这个都尉 改成都尉 那主角中尉呢 他主要是管那些列侯的事啊 还有这个长信詹氏 改成了长信少府 那么这个长信詹氏呢 长信是这个长信公的名字 詹氏呢 主要是这个和管理皇太后 内宫的那些财物啊 这个人呢 叫詹氏 那么改成了什么呢 改成了长信少府了 降座呢 改为大掌丘 当然呢 也有人说他叫大长丘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这个究竟是大掌丘 对 还是我们现在应该叫大长丘啊 可能习惯上大家都叫这个大掌丘 把这个将行呢 改成这个大掌丘 大行呢 改成是行人 这个将行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官呢 是为这个皇后理财的 等于是皇后的御用的理财师 那么后来就改成这个大掌丘了啊 或者叫大长丘啊 然后呢 这个大行啊 为行人啊 这个行人呢 原来是这个大行的 原来是典克啊 典克呢 就是这个后来改成大行了啊 典克呢 就是指管理这个少数民族事务的 那么这个行人呢 其实是这个大行的属官啊 所以这句话呢 在这里把这个大行改成行人 这个可能也是在这个记载上 好像也是有问题的啊 奉长为这个太长 那么奉长呢 他也是九卿之一 他主要是管这个宗庙祭祀礼仪的啊 是管这个事的 那么改成这个太长 典克呢 改为大行 典克呢 就是主管这个少数民族事务的啊 他呢 就是改成啊 叫大行了 不再叫这个典克了 智宿内使为大农啊 智宿啊 那智宿呢 你这个从这个名字上呢 就能推断出这个官是做什么 做是做什么的 他呢 这个宿呢 是指代指粮食啊 那么智宿呢 就是指主管粮食啊 主管粮食的生产 跟这个存放的这个官呢 叫这个智宿内使啊 叫智宿内使 现在呢也不叫智宿内使了 改成是大农啊 这个只是明改了啊 但是他的官职呢 并呃 植物呢 并没有什么变化 以大内为两千十啊 这个大内呢 他的这个呃 长官的官机呢 确定是这个两千十啊 大内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呢 据说呀 是这个管这个皇家的这个金银步驳等财货的 这个国库啊 是指管这个皇家的啊 管钱 为皇家管钱的啊 管步驳的啊 这个这样一个一个官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权力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游顺啊 看来也是非常多的啊 是指管大内的这个这个长官叫大内 他的这个奉路呢 是两千十啊 当时呢 这个汉朝的两千十的奉路呢 是分三个级别的 分三个等级的 那么最高的那个叫中两千十 然后是两千十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两千十啊 都是两千十的官 但是这个分上中下三等 那么大内呢 它是属于这个两千十这个奉路当中的那个第二等 就是这个两千十啊 不是中两千十 也不是比两千十啊 至左右内官 至左右内官呢 可能是指这个大内这个官呢 他手下呢 是有两个属官的 一个是左 一个是右啊 分属这个大内管辖的啊 属大内啊 这个根据文本的意思来读是这样的啊 那么七月辛亥 辛亥呢 是指这个二十九啊 七月二十九这天呢 又是发生了日食 那么八月份的时候呢 匈奴又侵入了上郡 匈奴呢 又开始这个对汉朝实行的这个攻击了啊 后员年冬 耕命钟大夫令为魏魏 三月丁有 涉天下 次绝一级 中两千十 诸侯相绝 又树长 四月大仆 五月秉须地动 起早 十时 复动 上拥地动 二十二日 坏成员 七月以四 日食 丞相 刘舍 免 八月 仁臣 以御史大夫 晚为丞相 封为 建林侯 后元年冬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一百四十三年 这一年的冬天呢 这个又改名了 把这个中大夫令呢 改为是魏魏 这个魏魏呢 原来也是九星之一啊 原来我们一直也提到过这个官名 他是指保卫这个宫廷安全的那个军事长 当时呢 是在魏江宫和这个长乐宫各设一个魏魏啊 各设一个魏魏啊 呃 现在呢 这个把中大夫令改成是这个魏魏了 然后三月丁友 丁友呢 是这个啊 十九三月十九这天呢 这个大赦天下 给这个天下所有的成年男子啊 呃 赐决一级 那么中两千十这个这个级别的官员 还有这个诸侯的相国 这个这个级别的官员呢 是这个决呃 右术长给他们提为这个右术长啊 决位提到右术长这个位置 右术长呢 我以前我们提到过啊 这个因为是汉袭啊 啊 秦制嘛 秦呢 就是把这个民决的分为是二十等 其中这个右术长呢 是第十一级啊 也算是比较这个高了啊 啊 把这个中两千十还有诸侯的相啊 这些呢 把他们爵位呢 全定在右术长啊 这个级别 那么四月份的时候呢 大蒲大蒲呢 就是指全国呢 可以这个大聚大聚餐啊 这个啊 聚众可以欢迎 因为当时呢 朝廷 汉朝的朝廷呢 是限制老百姓的聚众吃鸽的 超过三个人以上 如果你没有经过批准 就聚在一块喝酒的话 那么被这个官府抓到的话 是要罚款的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当时是不允许聚众喝酒的 那么除非有特殊的日子呢 这个中央朝廷会像 像现在这样会下令 说允许你 这个聚众喝酒 给你几天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呢 是没有这个人数限制的 这个呢 叫大蒲 五月丙须 丙须呢 是初九 五月初九这天呢 又发生了地震 而且呢 是在这个早晨吃饭的时候呢 又震了一次 这个早呢 是通那个早晨的那个早啊 时时呢 就是指吃早饭的时候 又冻了 又地震了一次 上庸地冻二十二日 那么上庸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比较惨 他呢 一共是震了 这个二十二 呃 呃 二十二天 二十二天 上庸是在哪呢 是当时在这个 呃 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的西南 这个地方呢 连续震了二十二天啊 所以这 他的这个呃 呃 城啊 这个当时上庸城啊 城墙呢 也都被这个震塌了 七月以四 以四呢 是二十九 七月二十九这天呢 又发生日食 那么丞相刘舍就被免掉了 因为这个刘舍呢 他是原来纪那个 呃 周亚夫的嘛 周亚夫被免掉之后呢 刘舍当这个 丞相 那么 今年呢 因为发生地震了 所以说这个刘舍呢 也被这个免掉了 因为当时古人认为呢 这个只要发生这个天灾 啊 类似于像这个 比如说天上的这个星体运行 这个异常啊 或者是 类似于发生这种地震呢 那么呢 这个古人认为是上天呢 对人士啊 进行了警告啊 可能呢 就是指你这个国家的这个皇帝 或者是丞相呢 啊 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 是这个不公的 或者是这个得到了上天的这个警告 上天认为你执法不行啊 所以说呢 就用这种地震 或者是这个天体异常这种现象呢 来警告你 那么一旦发生这种这个自然灾害呢 这个皇帝啊 可能就 就把这个罪过呢 就往下往下移了 当然你说 你不能发生天象了 我皇帝说 我皇帝不能干了 我皇帝不做了 不可能是发生这样的事 那怎么办呢 那总得有这个 呃 有一种这个惩罚措施吧 然后对上天进行这个 呃 有一个交代 那么就没办法 皇帝既然不能这个被免 那就只能免这个皇帝下边的那一级官员 也就是成像了 所以说这个成像啊 这个时候被免等于是躺枪啊 其实跟自己没啥关系 也不是自己在这个执政理念上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发生地震了 或者发生这个天体异常了 所以自己的官呢 也就莫名其妙的就丢了 八月人臣 人臣呢 这一天好像是八月份没有人臣这一天 可能是这个甘知啊 古代的这个啊 史官呢 在写日子的时候 这甘知可能搞错了 以御史大夫婉为成像啊 因为这个刘舍呢 被免了 那你这个国家成像不能啊 没有啊 所以就让这个御史大夫魏婉 做这个成像 魏婉呢 同时被封为是建林侯啊 建林侯啊 后二年正月 第一日三栋 治将军鸡匈奴 蒲五日 令内史郡不得四马肃 没入县关 令图立 呃 七宗不 指马冲 为岁不登 尽天下石 不造岁 省列侯 遣之国 三月 匈奴入燕门 十月 租长林田 大汉 恒山国 河东 云中郡 民邑 后二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一百四十二年啊 这一年的正月 也就是十月份 第一日三栋 又发生地震了 而且呢 一天是震了三次 那么这个治将军呢 他姓治 名字不知道 后来有人说这个治将军有可能是那个库立治都 但是呢 查了一下这个时间也不对 因为治都这个时候早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治将军呢 肯定不是治都 但是呢 因为都姓治 应该是跟治都家有这个亲缘关系的 他呢 这个时候是将军 他带领这个汉朝的军队呢 是攻击这个匈奴 跟着这个匈奴呢 就打了一仗 那么天下呢 普武日啊 允许这个聚众欢迎 给你五天的时间 这五天的时间内 你可以随便的吃吃喝喝 聚众欢迎都没关系 那么令内史郡 不得四马素 这个识呢 是读成那个四声啊 是读四的 是喂养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呢 是说这个内史郡 内史呢 是一个郡的名字啊 是汉朝一个郡的名字 让这个令呢 就是让啊 就让这个内史郡啊 他人这里边的人呢 不准用这个粮食喂马 不得四马素 素呢 是粮食 不能用粮食来喂马 但是你说 我偏要用这个粮食来喂马 那么一旦被抓到之后呢 你喂的那个马匹啊 将要充公啊 将充公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葩的规定呢 应该是这一年呢 粮食不够吃了 人都不够吃了 你就更不能用这个粮食来喂马了 所以说呢 这个就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啊 因为内史郡呢 也就是这个 京兆啊 也就只是首都啊 指长安跟郊区 你这个地方 如果用粮食来喂马的话 那么首都这个粮食呢 可能就缺了 所以说专门规定 首都啊 这个地方的这个郡 不准用粮食来喂马 你喂了 那么你就把你把你的马给没收 没入县关 这里的县关呢 就是指官府啊 有时候呢 也指皇帝啊 所以有的时候说县关规定怎么怎么样 就说指官府规定怎么怎么样 也可能指这个皇帝规定怎么怎么样 啊 所以县关只是一个统称啊 就指官府的意思 令图利啊 那图跟县是两种类型的人啊 图呢是这个苦义饭 县呢是指奴隶 令这两种人呢 穿这个七宗布 这个七宗布啊 在汉代的时候呢 它等于是那种非常穿起来非常不舒服的那种粗麻布啊 所以说呢 在汉朝的时候有这个八宗布 九宗布 十宗布 反正这个你这个数字越高 那么这个布的质量呢就越好 说明这个织布的那个丝啊就越细 那么越细呢 这个布啊穿起来可能就越舒服 那么七宗布呢 可能是这个布里边比较不舒服的那种粗麻布啊 让这个图利呢来穿用这种布做成的衣服 指马冲啊 禁止用马来这个冲米啊 当时呢 这个是用这个马拉那个冲米的机器呢 就是那种设备呢 来这个冲米的 那么本年呢就不准用马来这个冲米了 为什么这么做呢 有人分析啊 可能是说这个如果用马来冲米的话 那么人就失业了啊 人失业了之后 他就没有这个收入 没有收入呢 他们他呢也就不能这个有吃的东西了 这是一种解释啊 不一定是正确的 然后呢 为岁布登 因为本年呢 这个庄家欠收啊 叫布登 禁天下石 不造岁 那么这句话呢 是很难理解的啊 禁天下石 不造岁 一种解释呢 是说 这个 指这个一岁呢 是指一年啊 这个不造呢 是指不能用这个粮食来造酒 所以说这句话呢 有一种解释说这个禁止天下用这个粮食来造酒 那么为期呢 是一年啊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禁止天下的老百姓不到一年就把当年收获的那个粮食给吃完啊 这也是一种解释啊 因为当年呢 这个长安城啊 这个地方可能闹这个粮荒 所以呢 让老百姓吃饭的时候呢 只要别吃这个 太饱了就行了 只要别饿死就可以了 你那个粮食呢 要计划的吃 你一天呢 如果吃两顿饭啊 吃一顿饭能维持你正常的这个生命的话 那你就别吃两顿了 因为这一年粮食欠收 所以把你的粮食呢 能坚持到年底 这就最好了 我觉得这种解释方法呢 相对来说比较靠谱啊 前面那种解释方法说这个不造 不造啊 食不造 就是说不用这个粮食来造酒 这个解释呢 多少有点牵强 当然呢 也能说得通啊 所以怀疑这句话可能是有这个 错减或者是漏减 省列侯潜之国 这个省呢 就是省列侯潜之国呢 省就是减少 减少这个留在京城的那些列侯的数 数目 因为很多列侯呢 他娶的都是这个皇家的这个公主啊 或者是皇家的这些闺女 所以呢 他呢 因为这个老婆是在这个长安的 所以这些列侯呢 虽然有自己的封地 但是呢 也不愿意到自己的封地里面去 都赖在这个长安不走 那么今年呢 就减少这些留在京城的列侯的人数 把这些人呢 能把他们撵到各自的封地上去 就让他们到各自的封地上去 那么三月 三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匈奴呢 又开始入侵这个燕门 燕门呢 是汉朝的一个郡的名字 他的郡治所呢 是在今天山西省的右玉县这个地方 十月份的时候租长林田 长林呢 是指这个刘邦的坟墓的名字啊 叫长林 因为当时刘邦的这个坟墓的周围 不是有那个农田吗 这些农田呢 在这个年景好的时候 是不能这个不能种的 那么在年景差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农田也开放了 就是对外租给这个农民耕种 因为这个增加了这个粮食的生产嘛 所以说叫租长林附近的那个田地 大旱本年呢 又发生了大旱 那么恒山国跟这个河东郡 还有云中郡 这三个地方呢 就发生了瘟疫 所以说这一年呢 这个天灾人祸也是这个不断了 后三年十月 日月皆斥 五日十二月毁 雷日如子 五星逆行守太威 月灌天庭中 正月假隐 皇太子灌 假子 孝景皇帝崩 遗诏赐诸侯王以下 致民为父后 绝一级 天下户百前 出宫人归其家 父无所语 太子即位 世为孝武皇帝 三月封皇太后帝 坟为武安侯 帝圣为周阳侯 至阳陵 后三年呢 是指公元前的一百四十一年 这一年的十月份呢 日月皆斥 斥呢 就是红色 那么太阳跟月亮呢 看起来全部都是红色 而且呢 一共是红了五天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呢 这个毁是最后一天 打雷了 这个雷 专门写了一个雷字啊 说明这个雷 打的应该是很凶的 所以就这个凶到 史官认为 这个都不正常了 所以说就在这个 史书呢 史书上可能会记了一笔 日如子 而且这个太阳呢 看起来也不正常 就变成了这个紫色 这个太阳变成紫色 好像是也很 很少见到啊 这个不知道是太阳变成紫色 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天文现象 五星 逆行 守太微 这个五星呢 就是指这个天空当中的 这个五个行星啊 就是指金木 随火土 这五个行星 逆行啊 所谓的逆行 倒不一定说是这个 它的运行的方向啊 是我到了走啊 往回走 这个一般也不太可能 这里的逆行呢 应该是这个偏离了原来的那种运行的轨道 可能稍微有点偏离啊 也不一定说偏离很大 然后呢 它只要这个一偏离啊 就会这个 逼近了这个太微的这个位置 太微呢 我们以前讲过啊 太微就是太微圆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天体当中的一小堆啊 星星 大概有十来一颗星星呢 这个组成这一小块区域 那么这小块区域呢 叫太微圆 又叫天庭 那么这五颗星呢 就是这个 因为改变了 它的运行方向 所以说就逼近了这个太微圆 这个地方啊 这也是非常不正常的天体现象啊 因为在前文已经这个讲到过了 月灌天庭中啊 这个月亮呢 也这个横灌啊 这个天啊 太微圆这个地方 天庭呢 就是指太微圆啊 所以说这些呢 也都是招式着这个天体啊 这个运行呢 是这个反常的 正月假隐 假隐呢 是十七 那么正月十七这一天呢 皇太子灌 那么皇太子灌呢 就是指皇太子行这个家灌礼 也就是行这个成人礼 当时这个皇太子刘彻啊 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大帝 他的年纪呢 大概有些十六七岁这样 那那么就变成成人了 那么假子也就是这个 二十七这天啊 正月二十七这天 那么孝景皇帝就驾崩了 所以看一下这个日子也比较有意思啊 因为当时这个孝景皇帝 应该是病得比较重了 所以在他死之前呢 这个皇太子赶紧这个行家灌礼 然后呢 就等自己一死之后呢 这个皇太子啊 好这个继位成皇帝 所以说呢 在这个孝景皇帝死之前的前十天啊 也就是这个正月十七这天呢 刘彻呀 就这个行了家灌礼 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致民为父后决一级 那么汉景帝在死之前呢 曾经留下一道诏命 赐这个各个诸侯国的诸侯王 一直到普通的老百姓 这个普通老百姓并不是所有的啊 是指那些能够这个继承父亲这个家业的啊 这批这个人啊 叫这个为父后 因为当时的这个一个父亲 可能他会有很多儿子啊 那么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呢 是这个合法的继承人 那么其他的儿子呢 就不能是这个合法的继承人了 所以说只有这个能够作为父亲合法继承人的那个儿子呢 是次这个绝一级的 次绝一级啊 为父后者 到老百姓啊 老百姓这个只是普通老百姓 那个可以继承父亲的那个合法财产的那个人 是次绝一级的 其他的儿子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天下户百钱 那么给天下所有的这个老百姓按户数来计算 每一户呢 是发这个一百钱啊 就等于是中央政府给老百姓发钱啊 出宫人归其家 那么把汉井地后宫里的那些这个美人呢 像这些什么其他的那些这个各个不同等级的这些妃子啊 全部都让他们出宫 让他们回家了 就不要在这个宫里边再待了 负无所语 负呢 是指去掉免除劳役跟赴税 那么负无所语呢 就是免除这一切所有的啊 赴税跟劳役啊 所有的这个政府派的差遣呢 都可以不参加了 政府也不会派给你了啊 是免了这个一年的这个啊 赴税跟劳役啊 啊 这一年呢 太子即位啊 这个太子呢 就是刘彻啊 他就登上了汉朝天子的宝座啊 他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啊 汉武皇帝啊 汉武大帝 呃 这里边也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这篇这个这个本记啊 是司马迁写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应该出现汉武皇帝 这个孝武皇帝的 因为孝武皇帝呢 他是嗜号 嗜号呢 只有皇帝在死了之后才能给的 但问题是司马迁 他是死在了这个汉武帝前边的 所以说在他死的时候 汉武帝还没死呢 那汉武帝没死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知道汉武帝的嗜号 是是个汉武帝呢 是孝武皇帝呢 所以啊 这个有有历史学家也根据这一点呢 认为啊 这个啊 孝景本记啊 这个可能啊 不一定是这个司马迁写的 当然了 也有人认为啊 这个这篇这个这篇这个 这个本记呢 应该是司马迁写的 但是可能后代有人往上加东西了 往上添料了 所以说像这个孝武皇帝这些话 应该是后代的人填上去的注解 但是呢 在这个传来传去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注解也当成是这个原文了 当成是这个本记的原文了 所以这种解释方法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也是能说得通的 如果说整个这篇文章 认为不是司马迁写的 那也没有这个证据 你要认为都是司马迁写的 可能也不对 因为像这里边 就如果是司马迁本人写的话 他是不可能出现 孝武皇帝这样的字号了 所以呢 这个啊 我们目前呢 只能把这篇本记呢 看成是主体部分 是司马迁写的 但是这个 有些不合这个史书体力的部分呢 只能是认为是 三月封皇太后帝坟为武安侯 帝圣为周阳侯 至阳陵 那么三月份的时候呢 就封这个皇太后的弟弟 这个坟呢 叫田坟 他呢 是武安侯 那么还有一个弟弟呢 叫田圣 他呢 是周阳侯 周阳侯跟武安侯啊 这个 这个周阳跟武安像这些也都是地名啊 像武安呢 他是这个武安县 是指今天河北省啊 武安的那个西南 那个地方呢 在汉朝是武安县 那么周阳呢 也是地名啊 他的地点相当于是今天的山西省的匠县的西南 那么这两块地方呢 全部都封给这个田坟跟田圣了 那么这个田坟跟田圣跟皇太后王夫人 怎么可能是变成兄弟呢 因为一个是姓王 一个是姓田 因为呢 这个王 王夫人呢 他跟这个田坟 还有田圣 他们都是这个同母义父的这个姐弟啊 所以呢 这个王夫人呢 是姓王的 那么田坟呢 和这个田圣呢 是姓 是姓这个田的 那么这个 因为他俩是王夫人的弟弟 所以呢 也就等于他俩是汉武皇帝的 舅舅 那么这个 所以汉武皇帝一当上皇帝之后呢 就把自己的两 智杨陵啊 因为这个杨陵呢 是汉景帝的陵墓啊 所以说这里的智 就不应该是这个设置了 这里的智呢 应该是藏啊 埋藏的那个藏啊 这个藏阳陵是比较说得通的 因为这个时候汉景帝已经死了 你再修这个 阳陵呢 已经是这个 不能再修了啊 应该是 他死了之后呢 可能就马上就把这个阳陵的 这个收尾工程呢 就马上就就弄完了 因为这个阳陵从汉景帝活着的时候 一直在修 那么修到结尾的时候呢 可能就留了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工程 等汉景帝一死之后呢 可能迅速的就可以把这个阳陵的收尾 那么收尾之后呢 就等于就不能再治了 所以这里的治呢 应该是藏啊 藏阳陵呢 就等于这个把汉景帝呢 埋在了这个阳陵 接下来呢 最后这一段呢 是这个太史公对这个汉景 汉景帝这篇这个本记的一个评价啊 太史公曰 太史公呢 这里边我们也说不清楚 究竟是这个司马迁呢 还是这个司马坛呢 还是什么其他的人啊 反正我们就当这个是司马迁了 说这个太史公啊 就说了 说这个汉朝兴起来 孝文师大德 孝文呢 就是指这个汉文帝刘恒 他呢 这个是一代贤君啊 他这个向老百姓啊 这个施加大的这个德会 天下淮安 那么这个怀安呢 就是指天下的老百姓都非常感激啊 皇帝的大恩大德啊 感激这个孝文帝的大恩大德啊 啊 整个社会呢 也非常的安定 那么到了孝景帝这一朝呢 是不负忧义姓 那么就不再担心那些义姓的诸侯王了 因为这个在汉文帝之前 义姓的诸侯王基本已经被这个消灭干净了 尤其是在这个刘邦的时候 很多义姓的诸侯王啊 都已经这个直接就被干掉了 所以到这个汉文帝的时候呢 义姓诸侯王都已经不存在了 而朝措 克销诸侯 克销呢 是指这个 这个残酷的侵害啊 残酷的 啊 倾销啊 残酷的销藩叫克销 这个词呢 是带有一点贬义的啊 说明这个司马先 其实对这个 啊 说明这个太史公啊 对这个朝措这个人的做法呢 或者他的为人呢 多多少少是有一点非议的 所以用了这样一个一个这个 不是特别好的这样一个词啊 说这个朝措呢 因为他给汉景帝一直出主意 说要消翻啊 要这个削减诸侯的封地 跟他的力量 这个叫克销诸侯 因此呢 就把这个七国呀 就是那个吴楚 还有这个齐帝的那四个国家 再加上这个啊 北地北边的这些赵国 这个七个国家联合起来之后呢 就给这个销的谋反了啊 所以碎史七国聚起 具体呢 就是大家一起起来 联合造反 合纵而西向啊 合纵的就是联合啊 这个七个国家互相联合啊 实际上呢 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七国是七国 但是并没有联合 因为齐帝的那四个国家呢 其实根本就没有帮上 这个吴王 刘鼻的忙啊 因为这个齐帝的那几个国家 自己就先搞起来了 其实真正打这个向西进军 打汉朝的 还主要是以这个 吴王刘鼻的军队为主的啊 吴王刘鼻跟这个 楚王刘悟啊 他们这个吴楚 这两国为主 向这个西进发 向这个攻击啊 汉朝的首都长安 这个叫联合 而西向 西向就是往西进攻 这个湘呢 是通那个方向的向啊 以诸侯太盛啊 以呢就是因为 因为啊 这个诸侯国太强大了啊 太强盛了 而错为之不以灿也 错呢就是指朝错 说朝错这个人 消翻 建议这个汉景帝 消翻对还是不对呢 从本质上来说 朝错的观点是没错的 因为他呢 这个毕竟对 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啊 他对前朝的历史 对那些周朝 包括像夏朝商朝的历史 都是了如指掌呢 他呢已经看到了 整个周朝的发展历史 说你要不消翻的话 那么最后 最后就会导致这个伟大不掉 那么这个伟可能就这个 你你你 你在控制这个伟啊 你就控制不了了 你就这个没办法去这个 去操作操纵他们了啊 最后就发展的 结果就像那个周朝一样 那么诸侯国 因为变得太强大了 就把你中央王朝啊 就架空了 所以朝错呢 他的这个出发点是没错的 他建议这个汉景帝 消翻 问题是呢 太史公认为 你出发点没错 但是你的操作手段 是有错误的 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应该一点一点来 你不要操之过急 这里的为之呢 就是指消翻啊 说你朝错建议汉景帝 消翻是没问题的 但是应该渐渐的来 这里的这个建呢 就是指渐渐的来进行 一点一点的用谋略来进行 而不应该是以激烈的手段 就是说消翻啊 我这个就名正言顺的 我把你这个国家消掉一半 或者我怎么怎么着啊 这个所以就逼着这些这个无国 楚国这样的这个诸侯国呢 就开始造反了 所以司马迁呢 认为这个朝错的啊 错误并不在于他消翻的目的 而是在于他消翻的手段啊 这个地方是出现了问题 所以导致呢 朝错自己啊 也这个伸手异处啊 被这个员昂呢 因为告了一状 所以说就变成了这个啊 牺牲品了 即竹府衍言之 竹府衍呢 是当时的一个 汉武帝时候的一个大臣啊 他这个父姓竹府 名字叫衍 这个姓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姓啊 他的就比这个朝错要聪明多了 因为这个汉武帝呢 其实已经看到了 他爹汉景帝所遭遇过的那些东西啊 所以汉武帝一上台的时候呢 他也就认识到了 说这个诸侯国一旦做大的话 这个确实是个麻烦 但是呢像他爹啊 那样也也不行 因为这个他爹呢 这个汉景帝就是因为 采取了朝错的这种比较激进的消贩方式 才逼得这些这个国家呢造反 那么汉武帝说呢 我不能这么干了 因为这个前面这么干 已经造反了 给国力呢造成很大损失 那么我干的时候呢 我应该是用点计谋 对吧 我不能这个愣消 你愣消的话 硬消愣消 那最后结果可能还是 把这些诸侯国呢给给逼反了 那么他就听谁的呢 他就听了他手下这个大臣 叫朱夫眼的这个计划 就说什么呢 叫这个这个朱夫眼 在历史上留下最有名的 这个消翻政策呢 就是推恩令 推恩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这个一个诸侯国 你可能本来很大 但是呢 你这个诸侯王啊 你也不可能生一个儿子 你生一个儿子呢 你其中有一个儿子 你是你的嫡子 那你的儿子呢 继承你的爵位 这没问题 但是不能让你的儿子 这个嫡子 继承你爵位的这个儿子 一个人享受你整个这个风格 这是不行的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除了嫡子以外 你还有其他的那些王子 你那些人啊 你这个嫡子吃饺子 你不能让那些其他的王子 那你连汤都没得喝 所以说呢 这个朱夫眼的意思 就是就说什么呢 你应该啊 让这个诸侯国是这样的 把这个诸侯国呢 由这个化整为零 嫡长子继承你这个父亲的王位 没问题 但是呢 也要分出来 其他的那个诸侯国的彩艺 把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分给其他的这个王子 作为其他王子的彩艺 这样的话呢 把整个这个诸侯国呢 就会变得就越来越小 就会削得越来越小 因为你整个一个大块的诸侯国 你这样一切就变散了嘛 对吧 一变散了之后 那么每一个单独的小诸侯国 对这个中央朝廷呢 他就没有这个威胁了 所以呢 这个叫推恩令 也就说 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解释 就是把这个恩要推行到 其他的那些诸侯王的王子中间 而不应该由这个嫡长子独享 这个诸侯王的爵位跟封地 所以说这个竹夫演这一招是这个非常牛的啊 这样的话呢 既这个这个不动声色 同时呢 又让这个诸侯国啊 由大变小 最后呢 很多这个小国呀 因为这个啊 他的这个继承者可能是没有后代 或者是继承者有错误 那么就把这些小国呢 就这个一旦继承者这个死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小国就收为国有了 叫国除啊 就除国了 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中央王朝啊 他所控制的这个领地啊 会越来越大 而诸侯国国军啊 国王所控制的那个领地呢 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相比较于朝措 这种比较激进的啊 萧藩政策来说呢 这个竹夫演的萧藩政策 更合理性 更有操作性 而且更具有隐蔽性啊 也让那些诸侯呢 更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汉武帝呢 就听了这个啊 竹夫演这个萧藩的主意啊 所以说就把这些诸侯呢 慢慢慢慢的就变弱了 因为一代两代之后呢 就变弱了啊 这个叫而诸侯已若足矣啊 那么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整个天下都安定了 这里的足呢 就是最终的意思 最终呢这个诸侯国对中央王朝呢 就不再构成威胁了 所以啊 最后一句话是安危之机 岂不以谋灾 这个机呢 就是关键 所以让一个王朝也好 让一个国家也好 他的安还是威 他的关键 就在于这个谋化 其实言外之意就说你朝措 就是因为你谋化不好啊 所以你这个伸手益触了 像竹夫演啊 他谋化的好 那么整个汉武帝呢 就消翻了这个政策呢 就做这个成功了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就把这个汉景帝这个本记啊 就全部都读完了 那么整个读完之后呢 我们也能看到啊 汉景帝这一章呢 就是这个本记呢 相比于汉文帝啊 这个包括像这个汉高祖 还有包括吕后啊 包括秦始皇 跟他们这些本记比起来之后呢 我们觉得这个汉景帝的这个本记啊 写的非常简单 事也不多啊 所以呢 这个后代有史学家分析啊 说汉景帝呢 这个呃 在汉朝的历史上呢 你也说不上是一个好皇帝 你也说不上是一个坏皇帝 因为他呢 总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 他奉行了他爹汉文帝的那个休养生息的政策 但是呢 在这个呃 这个在开拓禁举上呢 他其实也是做的不够的啊 所以呢 他只能是作为一个啊 怎么说呢 如果评价一下的话 只能说他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守城之君啊 所以说呢 等于这个文景之志啊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 叫文景之志啊 这个文呢 其实还主要是指汉文帝啊 那么景呢 就是搭在他爹汉文帝的这个车上 那么往前走的这么一段时间 而且呢 他执政的时间也不长 他死的时候呢 才这个四十多岁啊 所以说也是一个啊 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短命的一个一个皇帝啊 那么等他的儿子 这个汉武帝在上台之后呢 那这个一改他爹 汉景帝的这个国家政策 开始对外用兵了啊 开始对外用兵啊 这个大匈奴啊 然后这个就开拓禁取 当然呢 这个这个汉武帝啊 我个人感觉这个人呢 也是这个浩大喜功啊 虽然这个名声很大 但是实际上在他统治这段时间 老百姓的日子那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他整天对外用兵啊 那他自己不能亲自去打仗啊 对吧 他不能自己亲自操刀出去砍人啊 那替他打仗的那些人 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 所以说这些老百姓为他打仗啊 死在前面的也是这些老百姓 那么这个一个家庭的这个男子 要是死了 那你想想啊 这个家庭其实也是非常悲惨的 所以在对一个一段历史来说呢 汉武大帝可能是很有开拓精神 把这个匈奴打的是这个 一直打到这个不敢往南看的 尤其他手下这个大将啊 像这个卫星啊 像霍区病这些人 都是这个不世出的战神呢 当然呢 这个打仗呢 就是消耗物资的啊 其实打仗打的也就是钱 对吧 这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之后 把这个他爷爷跟他爹 给他留下来的这个这点这个资产 全部都打光了 所以到晚年的时候 汉武帝就说了 就告诫他以后的皇帝 你们不要再打仗了 再打仗 这样打下去的话 那么整个汉朝可能就打没了 对吧 就完蛋了 所以他他在晚年的时候 发这个发布了一个轮台罪己照嘛 可能对自己的意识的功过是非呢 可能也也是比较有清醒的认识啊 而且这个人呢 其实在这个中国历史上 我觉得名声并不好 因为这个这个人是信道信佛的 不是信佛啊 这个就就信这种信神信神信鬼的 又是相信这些这个啊 这个什么道术啊 相信这些东西 又想长生不老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啊 个人的私德上还是有还是有问题的啊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要读这个孝武本记啊 这里的孝武本记呢 这个记载的是非常乱的啊 有历史学家分析啊 这个孝武本记应该不是司马迁写的啊 司马迁写的那个孝武本记啊 应该是遗失了 因为这个遗失也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这个司马迁呢 他就活在这个汉武帝这个期间 而且呢 他也曾经啊 遭受过汉武帝的攻刑啊 所以说呢 他在写这个汉武帝这段时间的历史呢 可能写的也比较谨慎啊 最后呢 这个汉武帝的本记啊 这一章啊 就遗失了 就没有了 那这里边呢 也不知道是谁啊 这个后人可能瞎弄了一篇呢 就在这里边冲述 这一看呢 就不可能是这个司马迁写的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字词啊 词不达意啊 而且这个这个章法句法 一看跟前面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接下来 在读这个孝武本记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意思呢 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啊 就可以了啊 也就不再这个仔细的去研究这个了 那今天呢 我们先到这里 从下一次开始呢 我们就把这个孝武本记啊 这一章呢 我们再这个读一下 孝武皇帝者 孝景忠子也 母约王太后 孝景四年 以皇子为焦东王 孝景七年 立太子费为临江王 以焦东王为太子 孝景十六年崩 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出即位 由尽鬼神之寺 从今天起呢 我们读一下孝武本记啊 那孝武本记呢 明显不是太史公的作品啊 这个呢 我们在讲这个孝景本记的时候呢 已经说过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两个原因 能证明这篇这个史书呢 不是司马迁先生写的 因为这个第一 如果是司马迁先生 这个亲自写的话 他不可能用孝武本记 这样的这个标题 因为呢 这个司马迁呢 他是死在了这个 汉武帝的前面 那么如果他死在汉武帝的前面的话 他不可能知道汉武帝的嗜好 而这个孝武本记呢 这个孝武就是汉武帝的这个嗜好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 这篇作品肯定不是司马迁写的 如果是司马迁写的话 那么他不应该用这个孝武本记 这四个字 而是应该用金上本记 金呢 就是今天的金 上呢 就是上下的上 本记 这样的话呢 是比较符合这个体力的啊 那如果用这个孝武本记 这几个字呢 就证明肯定不是司马迁写的 那么第二个呢 这个他不符合这篇史书啊 不符合啊 司马迁写史书的体力 因为以前写这个孝景本记 还有这个高祖本记 项余本记啊 写这些本记的时候呢 他写的都是这些人的主要的一些历史 但是在这个孝武本记里边呢 这个关于汉武帝个人的一些历史的发展 以及他的这个所做的一些事情 在这个孝武本记这篇里边呢 干脆就没有体现啊 因为这个孝武本记里边呢 他取用的大部分都是风扇书里边的这个章节 而且呢 这些章节在这个历代啊 传抄的过程当中呢 都有这个错字漏字 所以呢 这篇这个孝武本记呢 有点难懂啊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 我们在读这个孝武本记这篇史书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这个特别仔细讲了 所以就把这个大致的意思呢 给大家讲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啊 说这个孝武皇帝呢 是孝景的忠子 这个忠子的词呢 我们以前在这个前两篇的这个本记里边都出现过啊 就是指孝景帝的众多的儿子当中 那么这个汉武帝呢 他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呢 他也不是这个老大 他也不是最后那个 他基本的是处于这些儿子中间的 中间的那个位置 他的母亲呢 叫王太后 母约王太后 那么孝景四年呢 也就是这个公元前的153年 以皇子为交东王 那么公元前153年呢 这个皇子啊 刘彻也就是汉武帝 他呢 是做这个交东王 交东呢 就是指这个一个国名啊 他是在山东啊 在山东省的平渡东南 那个地方呢 是有一块这个领地的 那么这个小丰国呢 就是交东国 那让这个刘彻呢 刘彻呀 到这个交东国这个地方 做这个王爷 孝景七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150年的时候 那么丽太子 废为临江王 因为这件事呢 我们以前在孝景本纪里边 已经说过了 这个丽太子呢 他叫刘荣啊 荣是光荣的荣 他因为是这个 汉景帝的长子啊 而且呢 他的母亲叫丽姬 所以呢 他叫丽太子啊 因为他是长子啊 这个所以就被 被这个孝景帝呢 定为是太子了 但是呢 因为后宫的这个 政治倾压啊 尤其是这个 汉武帝的妈 王夫人啊 跟这个汉武帝的 这个姑姑 也就是这个 陈角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这个联合起来 就陷害这个丽姬 所以呢 这个丽姬被陷害掉之后呢 他的儿子刘荣啊 也从这个太子的地位上呢 被这个贬掉了 贬成是临江王 啊 临江王呢 也是这个一个诸侯国名啊 他的这个治所呢 是在江陵啊 就贬到这个地方 做王爷了 啊 然后呢 这个太子就没有了 没有了之后 要找一个人选呢 所以呢 这个王夫人 跟这个陈角呢 就建议啊 汉景帝呢 立刘彻为太子 也就是立这个焦东王 为太子 那么孝景十六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 一百四十一年 汉景帝呢 就这个 啊 死掉了 那么太子即位 太子呢 就是刘彻 他就是即位了 啊 他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 孝武皇帝 那么孝武皇帝 刚刚即位的时候 由敬鬼神之寺 啊 这个敬鬼神之寺呢 就是指啊 对这个鬼神呢 特别尊敬 表现出了超乎异常的啊 这个信神 信鬼的这样一种志向 那么前边这一小段呢 算是对这个 孝武皇帝的历史啊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接下来 基本写的就是这个 风扇书里边的内容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元年汉兴以六十余岁以天下一安 见身之暑皆望天子风扇改正度也 而上相汝树 招贤良 赵婉 王赃等以文学为公卿 遇一股立明堂于城南 以朝诸侯 草寻守 风扇 改立福色 适未就 会斗太后 治黄老颜 不好如数 使人威德 赵婉等监力士 招案婉赃婉赃自杀 诸所兴为者皆废 这个元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一百四十年 那么汉朝呢 到这个时候 已经建立了有六十多年了 叫汉兴 已经有六十多年了 这个岁呢是年 那么天下一安 这个意呢也是安的意思 所以呢 这意跟安呢放在一起 就是天下平安的意思 见身之暑 见身之暑呢 就是指这个社会当中的那些 这个上层的人士 为什么叫见身呢 是因为过去古人 那些这个君子啊 或者是上流社会的人呢 他穿的那个衣服啊 中间呢 他的腰上边要系一个大袋子 那个袋子呢叫身 然后呢 这个他上朝 或者是这个做其他事 他尤其上朝的时候呢 他会插一个 他会有用 因为在朝堂上呢 要用一个护板 那么这个护板呢 他平时没事的时候呢 就插在那个身带的里边 所以这个身呢 是通那个提手的那个身啊 就是那个 这个 这个进呢 就是那个 进身的进啊 就是通那个提手的那个身 这里的剑一身的剑呢 就是通那个进 这个剑这个读音呢 跟进呢 是有点相通的 所以后来可能写就写成了这个这个剑了 那么这个通进 哪个进呢 就是通提手 加一个进国的那个进啊 是这个字 这个字呢 他的意思是插的意思 那么剑身呢 就是进身 进身呢 就是这些 指这些把这个护板 上朝用的这个护板 插到这个腰间的那个大袋子里边啊 用这个来比喻 古代的那些士大夫 也就是所说的那个君子的阶层 所以说叫剑身之鼠 鼠呢 是这一类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 在这个汉朝啊 这个社会当中啊 上流社会的那些人 皆望天子封善 那么望呢 就是希望啊 希望呢 这个天子啊 到泰山顶上去祭天啊 这个到这个泰山脚下的那个梁府山去祭地啊 这个呢 叫封跟善啊 都希望呢 这个汉武帝呢 做这样一件事啊 这个封善啊 所以封跟善是这个两种不同的祭祀 一个是祭天的 一个是祭地的 还有一个呢 是改正度焉 那么这个正呢 是指这个正朔 也就是定下来 一年正月的那个第一天啊 那个这个这个叫正朔 把这一天先定下来啊 把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也定下来 那么度呢 就是指度两横 包括那些这个服装的颜色啊 这些呢 都是这个在这个度里边啊 所以说这些士大夫公卿之人啊 他就希望啊 这个汉武帝呢 啊 做这样一件事儿 而上啊 像儒术 但是呢 这个汉武帝呢 他是这个香啊 是同像 就方向的那像 就是指这个屈从的意思 这个汉武帝呢 喜欢这个儒术啊 他本人倾向于是儒术 啊 所以说用这个儒啊 用儒家的这一套呢 来这个治理国家啊 汉武帝本身是倾向这一套的 招贤良啊 这个贤良呢 是指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 这个方法啊 方式方法啊 叫招贤良 这个贤良主要是指这个品行啊 德行啊 是从这个方面来来说来来说的 那么如果你这个人啊 有德行啊 品行端正 那么你这样的人呢 就有可能会被这个 这个朝廷啊 招为这个官吏 叫招贤良 那么赵宛王丧啊 等以文学为公卿 赵宛跟王丧呢 这两个人都是这个通晓儒术的两个读书人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是属于儒家的这种这个代表啊 所以说而且汉武帝呢 又这个啊 喜欢这个儒术 想用儒术来治国 所以说呢 就把这些儒家的代表人物 像赵宛跟王丧 就选进了朝廷啊 去做官 这个叫赵宛王丧等啊 等说明除了赵宛跟王丧以外 还有其他人以文学为公卿 这里的文学其实就是指儒学啊 因为呢 已是因为 因为他们都是儒学的这些这个 学者 所以就以他们呢 这个啊 为公卿啊 做这个朝廷的公卿大副啊 遇一谷立明堂于成南 遇呢 就是想啊 立一谷呢 就是想这个进行啊 讨论了 讨论什么呢 讨论按照古代的那些方法 在这个成南建立一套明堂啊 这个叫一谷立明堂于成南 这个成南前面是没有余的 我们自己在这个成南前面要加一个余 这样的话呢 这个句子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在成南啊 这个要建立这样一个明堂 那么关于这个明堂呢 其实这个古代啊 这个这个词呢 也是通用的啊 也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远古帝王 包括像周啊 像这个商 像夏 包括以前也是一样 这些古代的帝王呢 他这个举行典礼的时候 那种殿堂啊 叫这个明堂 这个孟子呢 在这个他的那本书里 有对这个明堂有解释 他说明堂者是王者之堂也 说明这个明堂呢 是古代帝王在办公 在举行大典的时候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长座 这些呢 这个就因为这个 赵宛跟王丧呢 就建议这个汉武帝说 你也在成南那个地方 选一个地址 也建立这样一个明堂吧 用这个儒家的这套学术呢 来治理我们汉这个汉朝 以朝诸侯 这个朝呢 是动词啊 就是这个使谁谁谁来朝建的意思 那么把这个明堂建立起来之后呢 用这个明堂来作为呢 这个皇帝接受诸侯朝拜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处所 所以说这个明堂呢 是起这个作用的 草寻守 风扇 改立 辐色 是未就 草呢 是草拟 寻守呢 这个天子是诸侯曰寻守啊 这句话也是孟子说的 也就是说 这个天子呢 也就是皇帝 每五年啊 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封地啊 也就是自己的国家啊 到这些边疆啊 或者到其他的这些地方啊 去这个寻守去看一看 那么天子的这种行为呢 叫寻守啊 风扇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这个草拟 关于寻守 关于风扇 还有这个改立 改立呢 就是改立法 也就是这个改正朔 然后服色 服色呢 就是义服色 也就是说 把这个服装的样式 跟颜色 也都定下来啊 试未就啊 这个事呢 还没干成啊 就是改用新立法啊 改穿的跟前朝不同颜色的 这些衣服 那么这个事呢 就是说还是没有做成的 没有做成的时候 就碰到了一个问题 碰到什么问题呢 就正赶上 窦太后至皇老颜 这个窦太后呢 是汉武帝的奶奶 应该是这个汉景帝的母亲 那么也是汉文帝的这个皇后 这个叫窦太后 因为窦太后呢 她秉承了那个汉文帝的 这个治理国家的那套方法啊 也就是这个 这个不扰民啊 对吧 然后这个是这个主张呢 清静无为啊 这个不干扰老百姓 那么让老百姓呢 自由的去发展啊 这个呢 是汉文帝当初能够把这个汉朝啊 从这个啊 当初的一片烂摊子 然后恢复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 那么他采用的是一个 采用的就是这种黄老之术 那么黄呢 就是皇帝 老呢 就是老子 那么皇帝跟老子的学说呢 就是指啊 这些人呢 都是清静无为的 不主张自己做什么事 因为跟那个秦始皇像这些这个 这些人的做法完全都是相反的 不好儒术 那么儒术呢 其实是有这个啊 主动这个去改变啊 去做事情的这样一个一种一种趋势啊 所以说这个跟皇老之术跟皇老之言呢 是相矛盾的啊 而且呢 窦太后呢 毕竟是汉武帝他奶奶 而且汉武帝这个时候呢 也刚上台 他一定要听这个窦太后的 所以呢 他就等前面这个草拟 汉武帝啊 想做前面那些事还没做的时候 就窦太后呢 这个时候还是执掌国家的啊 因为汉武帝刚上台年龄不大 十六七岁 这个当皇帝 可能对国家的正事还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他的奶奶呢 窦太后呢 就替他执掌朝政 那么窦太后这老太太呢 恰好呢 他就喜欢这种不喜欢折腾啊 他就喜欢让老百姓自由发展 所以跟这个儒术呢 就发生了冲突啊 发生冲突之后呢 这个呃 这个窦太后呢 就派人想办法威德 威德就是暗中得到了赵婉等监力士 这个监力士呢 就是指赵婉这帮人的贪赃 枉法的这个事情啊 就抓他们的小辫子 招案啊 婉跟桑 那么就是抓住这个小辫子跟证据之后呢 就把这个这个赵婉跟王桑就给抓起来了 那么赵婉跟王桑一看 这个自己啊 也估计也活不了了 所以呢 与其这个受辱而死 还不如干脆自杀算了 所以这两个人呢 就在这个就自杀了 自杀之后呢 他们两个人是儒家的代表 所以他们两个一死之后呢 儒家跟这个黄老之术啊 这个跟黄老之言 这套治国方针呢 他的第一个回合呢 就以儒家失败而告终了 所以儒家所兴的那一套 这个兴为者皆废 也就是说当初啊 这个儒家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全部都这个座位了 我们从这个表面上看啊 是指窦太后呢 她可能是这个执行黄老之术 跟儒家呢 这个有冲突啊 以为呢 这个窦太后可能是这个 为了国家着想啊 让这个国家变得强大一点 所以才采用那个 她的老公 汉文帝的那套治国方式 但实际上呢 这个里边暗藏的 其实是权力之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汉武帝上台之后啊 她知道她现在 她奶奶窦太后呢 这个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她要想把这个政权呢 从她奶奶那里边夺过来之后呢 她必须要采用一套 跟她奶奶 也就是窦太后 不同的那样的一种治国理念 所以呢 这个汉武帝呢 就这个采用儒术 窦太后呢 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子呢 她有一些想法 所以窦太后呢 也坚持原来自己的 那个治国的理念呢 然后跟这个 汉武帝呢 进行这个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啊 但是汉武帝这个时候 还不够强大 所以呢 这个汉武帝的尊儒啊 这个尊儒家 为主要治国方针的 这样一个回合的斗争呢 就以汉武帝 跟他的手下 赵婉跟王丧的失败而告终 后六年 窦太后崩 齐明年 上征 文学之士 公孙宏等 那么后六年呢 就是指公元前的 一百三十五年 那么窦太后呢 终于这个驾崩了啊 这老太太终于死了 那这个时候呢 汉武帝应该是刚过了二十多岁啊 齐明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一百三十四年 皇上也就是汉武帝 终于可以自己这个说了算了 他就开始征招文学之士 那么文学之士呢 其实就是儒家之士啊 这个人呢 叫公孙宏 把这个公孙宏呢 也招上来 做自己的这个公亲 这个公孙宏呢 他是通晓儒家经典 儒家十三经之一的那个 公羊传 也就是春秋公羊传 因为这个春秋呢 是孔子修的啊 那么孔子修了这个春秋 那么解这个春秋经呢 一共有三个这个传 那么这个传呢 一个是公羊传 一个是古羊传 还有一个是这个左侍传 而这个公孙宏呢 他以通晓这个公羊传啊 为这个为名啊 所以呢 这个汉武帝呢 就把他给招上来 而且呢 封他为这个平金侯 啊 所以说也是作为儒家的一个代表啊 登上了这个汉朝的这个 最高的政治舞台 那么明年上初至雍 交见五至 后长三岁一交 适时上求神君 舍之上林中 提示惯 神君者 长陵女子 以子死悲哀 故见神于先后宛若 宛若辞之 其事 民多往辞 平原君往辞 其后子孙 以尊贤 及五帝 即位 则 厚礼 至辞 之内中 闻其言 不见 其人云 明年 就是公元前的 一百三十三年 那么 汉武帝呢 又第一次 到了雍这个地方 因为雍这个地方呢 他是当年 这个 是秦国的这个龙兴之地 也是秦朝祖先的龙兴之地 所以秦朝呢 包括前面的这个秦国 在雍这个地方呢 建了很多祭天祭地的这个台子 其中最有名的呢 这个是叫武志 这个武志呢 是指五个这个台子啊 是五个台子 这个分别叫这个 陆志 密志 无阳 上志 无阳 下志 跟北志 因为这个 为什么要建五个台子呢 因为他要祭祀五个天地 这五个天地呢 分别是白地 清地 赤地 黄地 跟黑地 所以说这个 建了五个台子 来这个祭祀 五地 交建呢 就是在郊外 要这个祭祀 这个五个地 后长三岁一交 这个岁呢 是年的意思 那么后来呢 这个就变成了 这个三年一交际 三年一举行交际啊 但是三年呢 这个交际等于 三年轮的一个轮回 其实三年 每年当中 也都是有这个祭祀的 只不过呢 不是分一次来祭了 比如说第一年 是祭天 那么第二年呢 是祭地 那么第三年呢 是这个祭这个武志 所以说呢 还是这样 那么第四年呢 还是祭天 第五年呢 还是祭地 那么第六年呢 还是祭武志 也就是说这个祭天祭地 和这个祭这个武志 它是这个每三年一轮回 这个呢 叫三岁一交 而且这些祭祀呢 全部都是在这个郊外举行的啊 事实呢 就是指当时 当时呢 这个皇帝啊 求神军 这个就找这些 这个所谓的神军呢 就是指那些神神叨叨的那些 这些人物啊 这个能够跟人 或者是这个能够沟通啊 人神之间的那个那种人啊 也叫叫这个神军 因此呢 这个汉武帝对这类人呢 是特别感兴趣 设至上林中提示惯 设呢 就是设其神位啊 所谓的设神位呢 就是供奉这个神军啊 把他们放在这个上林 上林呢 就是指啊 这个汉朝的御用的花园 也就是上林院 因为这个上林院里边呢 有台有罐啊 因为上里边建了很多台子 跟这个罐 所以呢 就把这个神军的牌位呢 就放在了啊 这个上林院中的那个提示惯 其中呢 有一个罐呢 叫这个提示惯啊 就把它这个放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神军是谁呢 神军是长林女子 那么这个长林呢 是个县的名字 啊 这个是长林县的一个女人 她呢 是以字死悲哀 这里的以字死呢 是有争议的啊 有人说这个是字 呃 有人说这个子是通那个字啊 是生产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以生产死呢 那就是说 因为生孩子的时候 男产死了 这是一个解释啊 还有一种解释呢 就是以子死 子呢 就是儿子 是因为他儿子死了 所以他很悲哀 所以这个子呢 你可以当两种解释都可以 因此因为他死了 所以说呢 他这个死之后呢 他那个神灵啊 就显现了 那么显现在哪呢 因此呢 就显现在这个先后宛若 那么这个先后宛若呢 是一个呃 人名 宛若是人名 那么这个先后呢 是指我们现在的那个轴吏 所谓的轴吏呢 就是姐俩啊 这个嫁给两个这个 不是姐俩 是哥俩啊 娶了两个这个 一个哥俩的老婆 互相之间呢 叫这个轴吏啊 也就是先后 那么这个常灵女子呢 没有名字啊 她因为死了 所以说她那个神灵啊 经常啊 会这个附体在那个 她的轴里 名字叫宛若的 这个人的身上啊 所以说这个就 就听起来比较这个 比较神道了啊 啊 所以说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 呃 长灵女子呢 就是神君 因为呢 她呀 总是这个 把自己的神呢 是附在这个宛若的身上 所以这宛若呢 就辞之其事啊 经常呢 这个辞就是祭祀的意思啊 那么经常呢 就是在她自己的房子里边 祭祀 她这个已经死去的轴里 名多网祠 那么当地的老百姓 一听说这个事呢 也都纷纷的 跑到她家里边呢 去这个祭拜啊 这个曾经死去的长灵女子 那么平原君往辞 其后子孙以尊贤 这个平原君呢 就是汉武帝的外祖母 也就是王太后的母亲 后来呢 她是被封为这个平原君啊 这里边呢 这里边就讲了 这个平原君 也就是汉武帝的这个外祖母 她呢 也前往这个宛若的家里边 去祭拜这个宛若的死去的轴里 因此呢 她的后代子孙呢 就是以尊贤了 后代子孙呢 就是这个地位就变得越来越尊贵 给人感觉呢 就是因为这个平原君 去祭祀了这个长灵女子之后 才让自己后代子孙呢 她的地位变得尊贤的 那么等到汉武帝即位之后呢 则厚礼至祠之内中 汉武帝听说这个事之后呢 她本身就是这个信神信鬼的这样一个人啊 因此呢 就把这个这个长灵女子的神牌 就是这个放在了内中 内中呢 就是指宫内 也就是指禁中啊 就是指皇家的那些宫苑之内啊 这里边呢 其实就是指那个上灵苑中的提示官 所以呢 就把这个长灵女子的神主呢 就这个放到这个里边啊 所以说放到内中 然后辞职 辞职呢 就是去祭祀 去这个祭拜 而且是用厚礼来这个来祭拜的 来祭拜啊 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那么听他说话啊 这个听到这个这个神主说话 但是呢 不见啊 这个人 不见他这个人呢 长的是什么样子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呃 这个汉武帝呢 因为他自己啊 可能这个对这些神啊 鬼啊 这些东西也比较感兴趣 所以他听到这个 一旦听到有这方面的消息之后呢 他也不变这个真假啊 反正这个只要别人这样跟他一说 然后他就会这个 这个就会这个下大力气 然后这个去狠狠的去招待啊 对吧 你想把这样一个神主 弄到自己的这个上灵苑当中啊 然后这个就开始这个祭拜 而且呢 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对吧 就只听他说话 但是这个又说又这个又见不到见不到这个人 所以说这个也是感觉到给人很神秘的那种感觉啊 当时呢 这个啊 接下来我们再读一下 事实而李绍君亦以慈造 古道 却老方 却老方 见上上尊之 少君者 故 身则侯 入乙主方 逆七年 己所生长 常常自卫七十 能使物却老 其有乙方便诸侯 无七子 人闻其能使物即不死 更愧未知 常于金钱薄一时 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遥挤 又不知其何所人 欲信 争事之 事实就是当时啊 有一个人叫李绍君 他呢 因为啊 亦以亦呢 是也 也以这个慈造 什么叫慈造呢 慈造就是这个祭祀 这个造神啊 叫慈造 造呢 就是造神 古道 古道呢 就是指屁股啊 屁股叫古道 雀老 雀老呢 就是这个延年 延缓衰老 叫雀老 说这个李绍君呢 他自称啊 他有这个 这些这个方 方呢 就是方术 他懂这套方术 他用这个 这个 然后说 我想见这个汉武帝 我想见皇上 那么皇上呢 也听说了 这个 他这样一说的话 那皇帝肯定 这个话呢 就会传到汉武帝 那个这个耳朵里 那么汉武帝呢 就会见他 那么为什么 这个李绍君会这样干呢 其实啊 原因也是在这个前边 就出现了 因为汉武帝呢 他好这套 而且呢 包括像这个 长林女子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神君这个事情啊 可能也传的 全国都知道了 那么有这些 喜欢投机 钻营的这些人呢 发现了 这个可能是一个 生财的一个路子 那既然 那这个叫这个 宛弱的女人啊 弄神弄鬼的啊 能够受到这样的 这个款待 那我其他人 为什么不能呢 所以这个李绍君呢 这个可能也看出 这个门道啊 他就开始对这个 汉武帝啊 就开始忽悠 跟汉武帝通过渠道啊 跟汉武帝说 说我会这套 央反摔老的 这个屁股啊 这些这些 这些方数啊 所以说这个事呢 一传到汉武帝这里 那汉武帝肯定就会见他了 上尊之 这个尊呢 就是对他非常尊宠啊 绍君者 故身则侯 入以主方 这句话呢 是这个有点难理解啊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李绍君 又是一个什么人呢 这个后边说了 说故身侯 入以主方 那么这里边怀疑 是有这个错字的啊 故身 故身则侯 身则侯呢 这个人是有的 因为他是一个爵位 他的始风者呢 是刘邦的开国功臣 叫赵江业 赵江业 那么他的后代呢 就承袭了 他这个赵江业的这个爵位 所以呢 叫这个身则侯 那故身则侯呢 肯定据说 这个在这个汉武帝这一朝啊 他这个这个 以前的这个死去的 那个身则侯 主要是后边这几个字 比较难理解 这个入以主方 有一个说法呢 说这个入啊 应该是人啊 这个人 然后呢 这个叫 应该是故身则侯人 然后那个以字呢 是一个是一个增字 是一个烟字 把那个以字应该划掉 那么如果简化成这样的话 就应该说 故身则侯人 主方 那么这句话就通了 就说翻译过来就是 是他是身则侯的这个舍人 主方呢 就是指啊 他这个喜欢啊 玩这些这个啊 类似于像这个这个古道 娃雀佬啊 这些方数叫主方啊 所以说这样解释呢 就比较比较清楚了 那主方就是主管这些 这个延缓衰老的一些药方啊 这些神神叨叨这些事啊 所以说这个这里边呢 我觉得这种解释方法 是比较有道理的 就是把那个以字去掉 把那个入呢 改成人 因为入字跟人字呢 这两个字非常像 所以说他这个一写起来 再加上这个后代船超啊 所以说可能超来超去 就把人超成这个入字了 但是呢 要超成入字的话呢 这句话又读不通 所以呢 就又有人在那个入字的后边 加了一个以字 以字呢 他如果要是以这句话来翻译的话 以他不变啊 不是我们调整的这个顺序 来翻译这句话呢 应该说是 故申泽侯入以主方 那么就等于这个李绍军啊 进入了 因为他主管这个药方 所以进入了申泽侯的府地啊 因为他主管这个药方呢 所以进入了申泽侯的身边 坐他的这个仆从 或者是舍人 那这样解释呢 也通 但是太绕了 所以我们觉得呢 还是前边这种解释方法 比较这个准确啊 逆七年 己所生长 逆呢就是藏 年呢就是年龄 把他的年龄藏起来 跟他那个所出生的地方呢 也藏起来了 不告诉别人啊 他也不说自己有多少岁啊 也不说自己在哪出生的 常自卫七十啊 常常跟别人说 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多了 能使物 这个使呢是使患 这个物呢 就是那种啊 精灵鬼怪的这种东西啊 就神神鬼鬼的这种东西 雀佬 雀佬的意思呢 就是只能够使自己呢 这个延缓这个衰老 叫这个雀佬 会这个延缓衰老的方法 其游 以方 变诸侯 其游呢 就是他到处游历啊 所谓的到处游历 其实就是这个 到处坑蒙拐骗啊 以方数到处游历 变诸侯啊 到处这个结交诸侯 把这个诸侯呢 都结交个变 所以说他的这个名字呢 才能传到汉武帝那里 没有妻子啊 没有老婆孩子 人文奇能 使物 即不死 大家这个越传越神啊 一传十十三百 说这个叫李绍军的人 这个能使唤鬼神 而且呢 这个还这个长生不死 更愧未知啊 更呢 是这个交相的意思 大家争相吧 就给他送东西啊 这个愧未呢 就是指啊 送东西给他 大家这个东西都送给他啊 可能就是都想跟他求 这个长生不老之术啊 长鱼金钱 薄衣食啊 这个长呢 就是这个经常 啊 这个鱼呢 是多鱼啊 经常会家里边堆满了那些金钱 不薄衣食啊 用都用过完 都是这个大家送给他的 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咬己 大家都认为 这个人呢 这个不种田啊 不治产业 也不做手工业 也不经商 不治各种各样的产业 但是呢 能饶己 饶己就是生活又很富足 叫饶己 又不知其何所人 大家又不知道他从哪来的 因为他瞒了自己嘛 说自己也不知道是自己从哪生出来的 瞒着自己的年龄 跟这个出生的出生地 所以说都不知道他哪来的 所以这更嫩的 就是越来越神秘了 就欲信啊 这个这人呢 就越来越相信他 争事之 争事之呢 就是大家都争相的去侍候他 去这个 去奉承他 去供奉他 所以说这里李少君呢 这个当时在 在这个诸侯国当中 是非常有名的 邵君自好方 善为巧发其重 长从武安侯尹 座中有年九十余老人 邵君乃言与其大父 游摄处 老人为儿时 从其大父行 拾其处 依坐进京 邵君见上 尚有故同气 问邵君 邵君曰 此气 齐桓公十年 陈于白寝 以尔 按其客 果齐桓公气 一宫尽骇 以邵君为神 数百岁人也 这个 李少君呢 资 资是凭借的意思 他凭借 手里边这个好方 所谓的好方呢 就是指前面那些什么 古道啊 雀老啊 这些方术啊 善为巧发其重 这个善为巧发其重呢 是指他那个善于猜中别人的那个心里边想的 他一说呢 就能说到别人的那个心里边想的 说哎 我我我心里想的 你怎么知道呢 所以说这个叫善为巧发其重 巧发呢 就是指猜度别人的隐私 叫巧发其重呢 是一猜就中 其呢就是有点奇怪啊 说怎么一猜他就中呢 长从五安猴隐 这个五安猴呢 就是田坟啊 也就是这个汉武帝的舅舅啊 是王夫人的弟弟 有一次呢 他呀跟着这个田坟呢 在一块喝酒 当时呢 这个座中啊 有一个年纪超过90岁以上的老人了 那么这个李绍军呢 就指着这个老人就说乃言啊 于是就说了 说你别看你年龄大 但是呢 我曾经跟你的爷爷在一块游舍啊 在一块这个游舍游舍住 就说什么呢 你你年龄大没用 我比你年龄还大 你你你爷爷 那你看你现在90多了 你爷爷肯定起码应该大你这个四五十岁吧 那么你爷爷现在怎么也得有 如果要活着的话 怎么也得有140五十岁这样吧 那么我曾经跟他啊 在这个一块啊 这个就就这个游舍啊 就跟他一起啊 跟他一起呢 就是这个游览设猎啊 而且呢 还能指出那个地方 说我当初跟你爷爷是在哪游览的 在哪这个设猎的 我那地名都能指出来啊 这个老人呢 就回忆起来了 老人呢 为儿时 也就是这个老人还是小孩的时候呢 他就记起来了 说有一次啊 是跟他这个爷爷在外边走 时其处 而且呢 知道这个认识 啊 时其处呢 就是指 还记得这个李少君说的那个地方 这里的时呢 就是记得的意思 还记得李少君说的那个地方 哎 这老头一说之后 大家这个全惊啊 一坐进京 大家人的眼睛 我估计瞪圆了 嘴都合不拢了 所以这老头 可能老头也一拍大就说 哎呦 我的天呢 你怎么知道啊 这个我跟我爷爷当年到那个地方去啊 哎呀 那地方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那按照你这年龄 你也不应该啊 对不对 你比我年轻这么多 哎 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李少君那很得意啊 就可能坐在那里捋着胡子 眼睛里面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这大家一看他这样牛 然后就更惊了 那么这个这个事之一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就是李少君有一次去见这个汉武帝 见皇上 那么皇上呢 汉武帝啊 有故同气啊 有一个同气 但是是很老了 不知道从哪来的 然后呢 这个汉武帝也不傻啊 汉武帝说你是不是大骗子啊 对吧 你不说你这个啊 这个有这么多神奇之处吗 那我问问你 那这个同气是从哪来的啊 就问这个少君 然后李少君说了 说这个同气啊 是当年春秋时期 那个春秋霸主 齐桓公啊 十年沉于白寝 这个白寝呢 是齐国的一个台冠的名字啊 它的地点呢 是在今天山东省的广饶县 然后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这个同 你你取的这个同气啊 是这个当年齐桓公啊 在这个十年的时候 在白寝这个地方啊 在白寝这个地方 陈列的啊 这样一个这个啊 同气 他这样一说之后呢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汉武帝可熬他 然后他说那看看吧 那同气上面有没有字 要有字的话 看看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 结果一耳按即刻啊 随后一耳就是随后 按呢 就是这个查啊 查验 查验这个同气上边的那个刻字啊 那个雕刻 结果这一查 果然是这个 村秋时期齐国那个国君 齐桓公啊 他所用的那个器具 哇 一功尽害啊 这个满功的人全都惊讶了 估计合不拢嘴了 说这个李绍军也太神了 以绍军为神了 就把他当成是神了 数百岁的老人了 那如果说 如果李绍军能是这样的话 那起码应该有几百年了 一两百年 两三百年都有了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 这个同气是齐桓公 那个陈在这个 陈列在白井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的 那个同气呢 啊 所以说这个事 一传出来之后 这李绍军就更想 和他汉武帝肯定也信了啊 所以李绍军大呼吁成功 那这里边呢 我们就开始反思一下 李绍军这两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 说这个 有一九十多岁老头 然后他说呢 他认识他这个爷爷 然后当年跟他爷爷一块 这个游览设立的地方 他都知道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凡是这个大骗子 大忽悠 通常都是团伙作案 也就是说 骗子一个人 是骗不了一群人的 他只能在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骗一个人还可以 在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骗一群人 不大容易的 那么他要想骗一群人 那怎么办呢 只能说这群人里边 有他的同伙 那么这个老头 你很难 这个不说 他不是李绍军的同伙 他可能跟李绍军之间呢 可能本来就认识 两个人 两个人呢 就像演这个双簧 演戏法一样 所以说这个 老头呢 故意可能也是 这个找一个渠道 到这个 这个五万户家里面 去吃饭 对吧 然后这个两个人 装作不认识 李绍军也去了 然后李绍军一说 老头就给他作证 那其他人也不知道 他俩认识啊 所以说这个 俩人一合作就成功了 你包括后边 那个同伙 也是一样的 我估计肯定是 这个李绍军 买通了 汉武帝身边的这个人 而且是 那个人呢 已经替他看清楚了 那个同伙上面刻的字 可能告诉他了 然后呢 他这个就是 在汉武帝面前就说 说这事 而且这事 我个人怀疑 这个应该不是 汉武帝主动提出来的 要看这个同伙的话 没准是李绍军 主动提出来的 李绍军有可能 跟汉武帝说 说王上 您不不信我神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出来 您看你屋里边 不放一铜器吗 我知道这铜器 是哪年产的 那汉武帝肯定很惊奇 汉武帝说 那这个事你都知道 我这屋你以前 你也没来过 你怎么能知道呢 然后这个可能 就告诉人说 把那铜器我拿过来 让他看一下 然后这一看 然后这个就 李绍军就猜 其实这事儿呢 应该都是的 我个人感觉 都是这个 买通啊 买通这个老头也好 买通这个宫里边的那些仆人也好 肯定是李绍军在里边是做这个 做手脚了 要不然的话 是不可能这个 骗的是不可能骗成功的 绍军言于上约 慈造则质物 质物而单杀可化为黄金 黄金城以为饮食器 则易寿 易寿而海中蓬来先者可献 见之以风扇则不死 皇帝是也 臣常有海上见安齐生 四臣早大如瓜 安齐生先者通蓬来中 何则贱人 不何则隐 于是天子使亲慈造 而浅方是入海 求蓬来安齐生之属 而是化丹沙 朱耀祭为黄金矣 那么这个李绍军呢 忽悠汉武帝忽悠成功之后呢 他就开始跟这个汉武帝就说了啊 说这个慈造则置物 这个慈造呢 就是指祭这个造神 说这个李绍军说 你说我为什么要经常祭祀这个造神呢 因为祭祀造神呢 可以招来这个物 物呢 就是指前边那些精灵鬼怪 这个智呢 就是招来啊 能把那些精灵鬼怪呢 这些给他招来 那么把这些精灵鬼怪招来之后呢 这个单杀 也就是当时这个汉朝产的一种沙子啊 这种单杀呢就可点化为黄金 那么你这个黄金要是一成了之后呢 他就可以做这个饮食器具 那么这个黄金做的饮食器具呢 你用它来吃吃喝喝 那么就可以延年益寿 哎 这个就达到了后边他说的那个雀佬啊 就达到了延年益寿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你延年益寿了之后呢 你海中的那些蓬来的仙者 你都可以见到了 你都可以 他们也会在你面前出现了 而且呢 你可以见到这些人了 所以呢 这个李绍军呢 他是有一套严格的这个逻辑体系 在支撑他这个大忽悠的啊 他说我这个慈造就是为了招仙人 招仙人就可以这个变黄金 变黄金呢 我吃用黄金的器具 这个装的东西 我就可以延年不死 对吧 然后我不死 因为我活的时间长 所以呢 我就有机会见到海中的那些蓬来的仙者 这些我都可以看到 然后我见到了这些仙者之后呢 风扇则不死 然后你再去泰山这个风扇 再去梁府山去这个祭地啊 去泰山去祭天 那么你就可以长生不死了 你只要完成 刚才说的这六七步就可以长生不死了 这就是当年皇帝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说叫皇帝试节 皇帝呢 就是这样登仙啊 语化登仙而去的 然后呢 这个李绍兴又开始忽悠啊 他说陈长游海上 我有一次呢 在海上去这个游览 见到了这个神人安琪生 然后呢 这安琪生啊 喂给我这个 这个一个枣 这大枣啊 这个大呀 大到啥程度 跟西关的个头似的 大卢瓜呀 那么这个安琪生呢 是谁啊 是一个先者 通蓬莱中 他通的是往来的意思 那么往来 蓬莱先进当中 跟蓬莱的那些 先进当中的先人呢 都有来往的 何则见人啊 说跟你脾气和的来 那么这个 这个你交往的来啊 这个叫志同道合 那么你就可以见到他 那么这个不合则隐 那如果跟他是这个道不合 不相为貌 你道不合的话 他就引掉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哪去找他 于是呢 这个李绍军这套忽悠呢 就起作用了 那汉武帝一听啊 我估计可能 这喊老阿都躺出来了 这个天子呢 使亲此绕啊 这个汉武帝 记这个造神呢 都是亲自去祭祀 而且同时呢 他还遣方氏 这个方氏呢 就是这些大骗子啊 玩这些这个什么 长城不老之说的大骗子 入海啊 坐船呢 到海里边去求 那个啊 生这个蓬莱先进里边 那个安七生之属 也就是说安七生 这一类的神人 而呢 氏就是坐 而坐化丹沙 诸耀祭为黄金仪 同时呢 这个啊 这个变黄金这个事呢 也是列上日常 这里边呢 可以把这个语句啊 稍微提一下 把那个朱耀祭 提到那个氏的后边 可以这样读啊 说这个 而氏朱耀祭 化丹沙为黄金仪 这样的话呢 这句话比较好理解啊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做这个丹沙 耀祭啊 各种各样的丹沙 耀祭 来这个使丹沙 变成黄金 这样的事儿 这个呢 也是同时汉武帝啊 这个在找人 同时进行的 居久之 李绍军病死 天子以为话去不死也 而使黄锤 使宽疏 授其方 求蓬莱安吉生 莫能得 而海上 焉其 怪鱼之方 方式多相孝 耕言 啊 是神 神是矣 居久之呢 就是过了很久之后呢 这李绍军呢 这大忽悠 算忽悠成功了 然后他病死了 也就是说 在李绍军呢 在活着的这个 在这段时间呢 这个 他估计可能是吃香的 喝辣的 那简直生活的跟仙 仙人一样啊 但是呢 他毕竟也不能长寿 所以说 他就病死了 病死之后呢 这个汉武帝啊 每一认为他是病死的 以为他是化去 不死呢 以为他是雨化登仙了 而没有死 他灵魂还在的 于是呢 就使 而使黄锤 使宽叔 这个黄锤呢 应该是一个地名 当时呢 在汉朝有个黄锤县 黄锤县呢 这个黄锤县呢 有人说是 这个黄锤县 其实是两个县 一个是黄县 一个是锤县 但是后来呢 这个黄县跟锤县呢 因为挨得比较近 所以说就合成了黄锤县 就是今天那个 山东东边 烟台那一带啊 所以这个黄锤啊 现在是这个 是县 在汉朝的时候 是一个县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个人 他姓史 他的名字叫宽叔 所以说呢 这个他就派这个 叫 这个黄锤 使宽 黄锤县的人 使宽叔 寿齐方 所谓的寿齐方呢 就是这个修齐一方 因为这个李少君不死了吗 死了 他那个药房 不还没练成吗 没练成之后呢 汉武帝就指定 另外一个神神叨叨的人 也就是这个使宽叔 说你继续这个 李少君 为敬的这个事业 你继续修他这个一方 要练出这个 长生不老之术 要练出这个点石 点杀成金的本领 所以说这个 使宽叔呢 这个也就 也就这个上来了啊 然后同时呢 求这个蓬莱 安齐一生 莫能得 那不可能得呀 所以派去的那些人 去找这个安齐生 我估计可能 到海边转一圈之后 回来就报告汉武帝说了 哎呀没找找啊 天物天太大呀 或者是海 海浪风太大了 我们也顾不去 等等等等的 反正就说 没找到这个安齐一生 这帮神人 而海上燕齐 怪鱼之方是多相效 那这个事呢 就传到了 这个齐国跟燕国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 都靠海 那个燕国呢 就指河北秦皇岛这一带啊 因为他这个河北 这些地方 也都是靠海的 然后那个齐国呢 更是靠海的 那个山东半岛也是靠海的 所以靠海的这些人呢 就心思就活泛了 怪鱼之士 这个怪呢 是怪诞 鱼呢 是鱼阔 这些人呢 就看出门道来了 说汉武帝这个信 这些东西 咱们也去忽悠他去呗 你看那李绍军 忽悠汉武帝 一直忽悠到死 吃香喝辣的 包括前边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长陵女子啊 像这些事儿 说明汉武帝这个好忽悠 咱们就 咱们组团去忽悠他去多好啊 所以说这个燕国跟齐国 这些决定忽悠汉武帝的 这些人呢 争相啊 多效仿 就效仿前边那个李绍军 携带各种各样的方数啊 这个肯定是来这个忽悠汉武帝 更言神事宜 更言呢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那你来了之后 你总得有点这个拿手绝活啊 这些人一见到汉武帝之后啊 肯定就 这个严神严鬼啊 这个全都是这个 说这些鬼神之事 而且说了一个比一个笑 叫更言神事宜 更呢 就是争相的意思啊 争相 大家都争相说这些神事鬼事 汉武帝估计就信了 伯仁伯又记 奏词太一方 曰天神贵者太一 太一左曰五帝 古者天子以春秋季太一东南交 用太牢聚 七日为谈开八通之鬼道 于是天子令太柱立其词 长安东南交 长奉祠如祭方 其后有人上书 言古者天子三年 遗用太牢聚 祠神三一 天一第一太一 天子许之 令太柱领祠之计 太一谈上 如其方 后人富有上书 言古者天子 常以春秋解祠 祠皇帝用意销破镜 明阳用阳 祠马行 用意青母马 太一 高山山君 地长用牛 武夷军用甘鱼 阴阳使者以义牛 令祠冠领之如其方 而祠于记太一谈旁 博人 博是一个地名 这个博人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人 那这个博呢 就是指今天山东的 那个曹县东南 这个博人 这个地方呢 这个人呢 叫博又记 博呢 是他的这个姓氏 又记呢 是他的这个名 那么又记呢 后来也有 把它叫成是谬记的 就是谬物的那个谬 反正博又记 这个人呢 是一个名啊 这个博是他的姓 他呢 这个就上奏了 这个一个词太一方的 词太一神的方法 那个太一呢 是一个神的名字 词呢 就是祭祀 祭祀太一神的一个方法 那么他说了 他说这个天神贵者太一 那么太一呢 这个说天神最贵的 那个天神 也就是说天神当中 最高的那个 number one 那他叫太一神 那么太一呢 他的这个辅佐者 才是五弟 五弟呢 前面我们已经这个提过了 就是这个指啊 这个清帝 白帝 赤帝 黑帝 皇帝啊 这五弟 这五弟呢 原来是他的辅佐啊 他们的这个辅佐 这个太一神的 那么古代的天子呢 这个在春秋两济 来祭祀这个太一神 那么在哪儿 祭祀呢 在这个长安的东南郊 那么用太牢啊 这套设备 这套配备来 这个祭祀 太牢呢 就是这个牛 猪跟羊啊 各这个一支 用太牢这个这个礼节来祭 七天啊 这句话真难读 那么这个七日呢 就是指啊 这个七天啊 那么这个每天呢 用这个一个太牢 来祭祀这个太一神 那么一天祭一次 那么叫祭祀这个七天啊 围坛呢 就是坐坛 这个围就是坐的意思 做一个祭祀用的土坛 然后这个土坛要做成什么样呢 要开八通之轨道 所谓的八通之轨道呢 就是在这个坛的四面八方 要做出八个角 或者是八个面 然后每个面呢 通这个各通啊 这个神轨之道 这个叫开通 开八通之轨道 这个所以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坛啊 这个形状看起来 也是有点这个 有点古怪啊 于是呢 天子啊 就这个令太祝 立其祠 立其这个祠 长安东南郊 那这套 这个伯佑记说的这套呢 这个汉武帝就信了 信了之后 汉武帝就命令太祝 太祝的本人就是管 这个祭祀的这样一个官啊 说你在这个长安的东南郊 你就盖这样一个坛子 这个祠呢 就是指祠坛 用来祭祀用了这样一个 一个高坛 那么他这个要祭祀 这个太一神了 长奉辞如祭方 长呢 就是说是经常的 按照这个 伯谬祭啊 伯佑记 所说的那个方法 那个这个祭方 就是伯佑记提供的那个方 来祭祀这个太一神 就是在这个东南郊的那个祭坛上 祭这个太一神 其后有人上书 那么他这个这个先立一开 那后边有人不断的就开始往上涌啊 这个他争相的去忽悠这个汉武帝 然后又有人上书说了 说言古者天子三年 一用一太牢具 祠神 三一 天一 第一太一 现在又出了三个神了 说太一啊 还一个神不是 他这个古代是有三个神的 这个呼又升级了 说古者 古代的天子呢 三年啊 这个用这个太牢具 也就是牛羊猪 各一套来祭祀 这个三个一神 这个神三一呢 是有两种解释啊 一种解释是三一神 另外是这三一本身就是个神 还有一种解释呢 是三个一神 所以说他根据这个本文呢 他应该是属于后边这个解释 就是三个一神 那哪三个一呢 就是天一神 地一神跟太一神 那么古代天子是不光祭这个太一神的 还要记这个天一神跟地一神呢 你这个都得记 所以说就开始忽悠啊 然后这个汉武帝说 那好 那就都记 天子许之 令这个太柱呢 领祠之祭 谈一谈上 所谓的这个领祠呢 就是带头祭祀 叫领祠 让这个太柱呢 带头啊 带领大家去祭祀 祭祀 祭祀这个 这个三个一神啊 就是天一神 地一神 跟这个太一神 让这个祭祀 在哪祭祀呢 就在那个 那个 柏佑祭啊 所提倡搭的那个 昌安东南郊的那个祭坛上边 就在这个祭坛上边呢 改成祭三个神了 如其方 按照这个柏佑祭提出的那个方子来祭祀 后人富有上书 哎呀 这一波下去之后又有一波上来了 后人呢 然后又开始忽悠汉武帝 就开始上书说了 说言古者天子 常以春秋解祠 这个解祠呢 是指用祭祀来免除祸患 而且是在春秋两祭啊 用这个祭祀来解 这个为自己解除祸患 那么祠皇帝 也就是祭祀皇帝呢 要用什么东西呢 用一销跟破镜 这个销呢 是指这个猫头鹰啊 叫销 所以猫头鹰呢 也叫这个销鸟啊 破镜呢 也是一种鸟 是一种眼睛长得像老虎的 那种野兽啊 当然呢 也有这个认为这个镜呢 是通那个 就是把这个金字旁去掉啊 这个换成这个蜆犬旁 是通这个镜 那么也就说什么呢 你要如果祭祀这个皇帝的话 要用一只这个猫头鹰啊 和一只这个破镜啊 破镜呢 来这个做这个祭品啊 用一销破镜来做祭 那么你祭明阳这个神 前面这个明阳是一个神的名字 你祭明阳神的话 你要用羊来祭这个明阳神 那么你祭这个马神的话 要用这个一个青的 青色的一个公马 来祭这个马行神 那么这个太一和这个高山山君 跟这个地长 都是这个三个神的名字啊 你祭这三个神的时候 都一定要用牛 那么这个五一君 也是一个神的名字 你祭五一君的时候 要用干鱼 阴阳使者以一牛 那么你祭这个阴阳使者的话 这个阴阳使者也是一个神的名字 还是神的名字 我估计可能都是这帮 这个忽悠大骗子瞎颠的啊 然后说你祭这个阴阳使者 也得用这个牛来祭 这个汉武帝反正是赵丹全收啊 他这些骗子 反正一波接一波的 这个这个前夫后继的来这个忽悠他 反正他都信啊 这个令辞官领之如其方 所以是汉武帝就命令司官依照他们前面说的这个法 这个方呢 来这个领头来祭祀 而辞于祭太一坛旁 而且呢 是在这个伯佑记 提出来见的那个太一坛的旁边 就祭祀这些 这个后来提 后来人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鬼神啊 其后天子愿有白鹿 以棋皮为壁 以发瑞鹰造白金烟 这件事呢 好像是跟这个祭祀没什么关系了啊 是这个汉武帝啊 这个啊 这个发财的一种方式啊 这个事呢 其实说起来也是比较这个有意思的啊 可能汉武帝这个时候啊 因为这个玩祭祀 玩这个祭祀玩的太多了 而且自己生活也比较这个奢侈啊 再加上可能常年周围战争 反正各种样的 再加上被骗了 就骗了 反正他可能国库里面的钱就不多了 钱呢 也被他打仗打的也差不多少了 所以说啊 这个汉武帝就想办法要要这个 要要这个攒钱了 要生钱 那生钱呢 在上哪儿去生呢 所以他就瞄准了 他手下那些诸侯国的这个 国国国君啊 也就是国王啊 所以想办法从他们手里边这个骗钱 当时汉武帝的 他呢 这个后花院 也就是少年院呢 他有很多这个白鹿 这个白鹿呢 其实我估计可能是不值钱的 因为这个成亲绝对的嘛 这些这些动物呢 可能拿出去卖 杀了卖肉 也不值几个钱 卖皮可能也更不值钱 那么汉武帝呢 可能看了这群白鹿啊 然后这个 可能就问起大神 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国库里边 也没钱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给我弄点钱过来呀 然后有些大神聪明啊 可能就给他出招了啊 说这个你看你后花眼 不有很多白鹿吗 你用那白鹿去赚钱 他多好赚呢 汉武帝肯定说 这白鹿怎么赚呢 这白鹿也不值钱 这皮也不值钱 然后大神跟他说 说您这样 您呢这个把这个白鹿给宰了之后吧 把那个皮给剥下来 然后呢用那个把这个白鹿皮呢 给它割成一块一块的 这一块呢是一尺见方的 按照一定的尺寸呢 给它割 做成这个 这种 这种这个一块一块的皮 然后呢这个皮的边缘啊 你给它锁边 所谓的锁边呢 就是用那个潮子啊 或者是用的比较珍贵的那些 那些布博 把它这个皮的边给锁上 然后你做成这样一个皮垫 然后这皮垫你干什么用呢 你以后你下一道命令 你就跟那些诸侯啊 包括地方那个 那个那个地方郡的郡守啊 包括那些县官啊 这些人 你就跟他们说 说你以后你们倒是想到中央王朝来见我汉武帝的话 你必须你你你你不能空手来吧 你肯定要带这带东西来吧 但是呢你带东西来的话 你肯定要带一些之前的 比如像玉啊 像这些东西带过来 然后你要给我带玉的话 你必须得用这个鹿皮这个垫 得做垫才可以 你不能直接把把这个玉壁装到盒子里边 你就给我拿过来了 那这些东西我是不要的 你必须在盒子里边得用这个用白鹿皮做的垫 你垫上了之后 你把这玉壁啊 然后你你你交上来之后 我才可能见你 所以他这个赵令一发下去之后啊 这白鹿皮当时就畅销啊 最后的时候达到什么程度 这个一张那个电玉的那个白鹿皮的垫 价值就是40万斤的 可能本身这个垫比那个玉壁都值钱 但是你没有也不行 所以呢 这个而且这白鹿呢 是上运当中这个最盛产的东西 可以说这个汉武帝啊 就用这一招赚钱 我估计可能都赚大不了 对吧 因为你每一个这个诸侯王 你来朝见的时候 你肯定得有这个东西 你没有这东西 你来了你也白来啊 你连汉武帝见都见不到 你总也见不到汉武帝的话 那你你这生命就有危险了 你包括那些这个其他那些郡县的 那些郡的太守啊 那些周末啊 像这些人你要来的话 那你必须得得带这些东西来 你必须得得准备一块这个白鹿皮 那这白鹿皮 那只有这个皇家销售 所以说你就高价买吧 那当然这钱都哪来的呢 这钱肯定也都是这个老百姓那里搜刮过来的 然后这个叫以棋皮为币啊 所以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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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就发了一个大财啊 下边的也是一样 这个为发瑞英 为以发瑞英呢 就是为了引发这个祥瑞的感应啊 然后汉武帝又下来到命令说这个造白金啊 造白金 因为这个白金呢 当时是在汉武帝的仓库里面是非常多的 堆了大量的这些锡跟银啊 这些东西呢 又不值钱 你说怎么弄呢 然后呢 这个汉武帝跟他手下大臣又出招了 说把这两桶金属呢 给他混合在一起 就造成了造货币啊 这些货币呢 带龙纹的 带马纹的 还有带乌龟纹的 然后呢 这个上面的面值都定的很高啊 比如说一块币上面写了四十万 三十万二十万 然后呢 用这个东西呢 来兑钱啊 让这个放到市场流通 而且这东西特别值钱 所以说大家呢 这个就把这个 你用这东西就可以把这个老百姓啊 包括那些诸侯国啊 包括这个 反正就是这个普天之间老百姓都领的钱 全部都给他划了过 悬了都搂过来 这个叫造白金烟 这个呢 是汉武帝 这个为了这个 从老百姓手里榨取钱财啊 说所使用的这个 两种方法 所以说这个呢 好像跟那个 跟这个汉武帝既神既天既地这个事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联系啊 但是写在这里边呢 可能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反正夹在这里边呢 就是这个 说了一下 其明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122年 那么这个汉武帝在雍这个地方呢 举行交际啊 抓获了呢 一个这个长着脚的兽 那么这种兽呢 叫这个刨 若刨然呢 是这个若是像的意思 就是啊 这种兽呢 长得有点像刨 那么这个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这种动物呢 有点像这个张鹿啊 有点像这种动物啊 长得是像这个动物 那究竟是不是啊 可能还是两说啊 那么有思就说了 说这个陛下素指交四啊 素呢 是严肃 指的是恭敬 那么交四呢 就是这个 就是交四啊 他这个意思是说呢 说这个陛下您啊 这个非常前进的 非常这个恭敬的 去呢 这个祭祀上帝啊 这个交四嘛 就是祭祀上帝 那么上帝呢 看您特别恭敬 于是就报响 报响呢 就是回报啊 您给他的那个祭祀啊 叫报响 蜥蜴角兽 那么这个 蜥呢 就是刺啊 因为这个古代这个刺字呢 它是通那个 蜥字呢 它是通这个刺字的 蜥蜴角兽啊 就把这只这个野兽呢 就把这只像这个张鹿的这样一只动物呢 刺给您了 大概是属于那种麒麟吧 这个盖铃云 于是呢 就用这种动物呢 来这个献给五智 这个五智呢 就等于是这个 有五个这个祭祀天地的啊 就是青地白地啊 一共有五地 祭祀五地的那五个台子 于是呢 就把这只啊 像张鹿的动物呢 就这个献给了这个天地了 同时呢 智加一牛 那么每个智呢 因为一共是五个智嘛 那么每个智呢 再加一个牛 外加一头牛呢 以鸟 这个鸟呢 就是把这个牛啊 这个杀死之后呢 放在这个火上去烤 去这个用火去烧啊 这个叫乙疗 也是一种祭祀啊 那么赐诸侯白金啊 就讲自己配置的这个白金啊 这个白金就前面 我们已经说过了嘛 其实在汉武帝的那个仓库里边呢 有很多这种银跟锡的那种化合物 这种东西呢 其实并不值钱 但是呢 汉武帝啊 为了这个从下门的人这个手里呢 搜刮这个钱财啊 他就把这个制作的这种白金呢 当时叫白金啊 就给这个诸侯国王就发一点啊 赐给你们 表面上说是赐给你们 实际呢 就是告诉这个 诸侯王 诸侯国你拿回去之后 你就拿这东西当货币 你就用吧 实际上就等于是这个 想把它作为一种流通的这种货币啊 就是在这个诸侯国当中的使用 同时呢 就是也是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仓库里特别多呀 所以说 他把这个仓库里边不用的这种 这个或者不值钱的这种 锡跟银的混合物啊 这个化合物呢 把它这个做起来之后呢 做成货币 那等于是这个自己就产钱了 所以说呢 等于汉武帝的这个 这个这个腰包里边呢 又鼓起来了 就这个趁这机会呢 叫赐诸侯白金 以风 福音合于天地 这个风呢 就是暗示的意思啊 这个暗示了 这个合于天 天地呢 就是指啊 这个天神跟地神啊 就是向诸侯门表示 朝廷呢 造这种白金啊 赐给你们这种白金呢 是合乎这个天地之意的啊 这个以风啊 以风就是暗示你们 我给你发这白金 不是瞎发的 对吧 是这个是合于天地啊 才发给你的啊 于是纪北王 以为天子 且封善 乃尚书 献泰山 及其旁义 天子受之 更以他献 常知 常山王有罪 迁 天子封其地 于真定 以戏 以戏先王寺 而以常山为郡 然后五月 接在太子之郡 于是呢 就是当时 当时呢 这个纪北王 纪北王是谁呢 纪北王叫刘胡 当时呢 这个纪北王啊 这个认为 天子呢 将要封善了 以呢 就是认为 认为 以为就是认为啊 认为这个天子 就是汉武帝 将要这个封善了 于是呢 他就这个尚书啊 献泰山 及其旁义 因为这个泰山呢 他所在的那个地点呢 正好是在纪北王 这个 他的这个封国的境内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刘胡这个人呢 为了这个 向汉武帝 刘虚拍马 一看上汉武帝呢 要到泰山 这个地方来祭天 到这个 梁府山这地方 来祭地 梁府山呢 就是在泰山脚下啊 也是在他这个 纪北王的境内的 所以这个人呢 干脆啊 就尚书啊 上书把这个说 我把泰山 干脆和他旁边的 那个义啊 这个泰山所在的 那个义 我都奉献给您 就算了啊 所以汉武帝 这个义听的 也很高兴啊 所以这个天子受之 那么汉武帝呢 就接受了 他这个啊 他的这个禁献啊 同时呢 汉武帝说 那你给我泰山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啊 于是呢 就改用 庚义呢 就是改用 改用其他的这个县 也就是说 从其他的地方呢 在这个划拨一些土地呢 来补偿这个 这个冀北王啊 长呢 就是补偿 那么长山王呢 有罪 这个长山王呢 叫刘伯 伯呢 是那个 啊 勃然大怒的伯啊 这个长山王 刘伯呢 有罪啊 迁 迁呢 就是把他 从这个地方呢 就是挪走了 那么天子封其地 就是封这个刘伯的弟弟 于真定啊 这个真定呢 本来啊 是属于这个啊 长山这个国内的 这个一个 一个一块地方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汉武帝呢 就把长山境内当中的这个真定啊 他单独化出来 作为一个小小的一个封国 然后呢 就封给了这个啊 刘伯的弟弟啊 剩下的那个长山的大部分呢 就全部都给收回来了啊 把这个真定呢 这块地儿呢 封给他弟弟之后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他继续啊 他这个先王的祭祀 就不要让他这个啊 刘伯啊 他的这个祖先父亲啊 包括爷爷这个祭祀呢 断了根儿 所以呢 就给他一块更小的地方啊 让他这个继续自己先王的祭祀 然后把长山王剩下的 那个大部分的长山国的那个土地 全部都收归国有了 所以说就这个汉武帝呢 就把长山变为郡 这个呢 其实也是汉武帝啊 这个把诸侯国呢 由大变小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说你有罪 你有罪 那没关系 我就把你牵走 牵走之后呢 然后我给你画出一块更小的地方啊 我给你的弟弟 给你弟弟 那么剩下那个更大的地方 我全部都收归中央所有了 这样的话呢 你这诸侯国呢 就不能做大 你只能越做越小 那么你对我这个中央王朝呢 就不会构成威胁了 这也是汉武帝常用的一种手法啊 然后五岳皆在太子之郡 那么这个五岳呢 大家都比较清楚啊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那个泰山 恒山啊 什么啊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什么 还有一个恒山啊 像这些地方 像松山的 像这些啊 全部都是在这个天子的境内 也就是说啊 在天子所管辖之内了 因为不在这个各个封国了啊 全是他在他所管辖的那个直属的郡县里边 所以说这个五岳呢 皆在天子之郡 那么明年 其明年 其人少翁以鬼神 以鬼神方见上 上有所姓王夫人 夫人族少翁以方术 盖叶至王夫人 即造鬼之茂云 天子自为中望见焉 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 赏赐甚多以克里礼之 文成言曰 上即欲与神通 公使背拂 不向神 神物不至 乃坐画云汽车 即各已生日 驾车 避恶鬼 又坐甘泉公 宗为台式 画天地太一诸神 而至寄句 以至天神 居遂于 其方亦衰 神不至 乃为伯叔 以范牛 阳福之也 言此牛腹中 有其 杀而逝之 得书 书言奇怪 天子异之 有识 其守书 问之人 国伟书 于是诸 文成将军 而隐之 这个也是汉武帝 干的非常一件 蠢的一件事 这个人 这个真的要是 信这种 信鬼 信神 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他的这种思维方式 就会进入一个死不通 那么在外人看来 这个感觉就跟 那个啊 有精神病啊 或者是这个脑子有毛病 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啊 那么齐明年呢 这个也就是说第二年 因为这个时候的这个纪年呢 已经搞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写这个汉武帝本纪啊 汉武本纪的这个这个人呢 因为他也不是按照这个这个啊 本纪这种体力来写的 所以说他这个时间呢 有的时候能考证出来 有的时候根本就考证不出来 所以这里的齐明年呢 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这个啊 齐明年到底是哪年啊 有人说呢 应该是这个 元首三年呢 为前120年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考证反正是没法考证了 那我们就现在就翻译说 这个第二年 也就是明年 那么齐地这个地 齐地这个地方呢 有个人叫绍翁啊 这个绍翁呢 是以鬼神方见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其实全国的这些玩 玩道的这些人啊 这个玩方术的 玩道的这些人呢 都知道汉武帝好这口啊 而且呢 这个一到日忽悠汉武帝 一忽悠一个准儿 所以说全国内 这个各地的那些方式啊 这个全部都涌到长安的 然后就找机会见这个汉武帝 希望呢 就是把这个汉武帝忽悠成功 然后自己呢 这个荣华富贵也就来了 因为汉武帝他吃这一套 所以说这个啊 谁能见到汉武帝啊 能把汉武帝给忽悠成了 那谁就是当时的成功人士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齐帝呢 有个人叫邵翁啊 他是以鬼神方见这个见上 那么这个邵翁呢 据说他是姓李啊 所以是叫这个啊 叫邵翁啊 姓李 但是呢 这个始祖并没有说他姓什么 只是说他叫邵翁啊 他是拿着这个鬼神的方啊 见这个汉武帝啊 这个上呢 就是汉武帝啊 那么汉武帝呢 有所姓王夫人 当时呢 汉武帝 众多的机械当中呢 有一个啊 这个女人呢 是他最宠幸的 这个女人呢 叫王夫人 那么王夫人呢 就死了 可能死得比较早啊 所以说汉武帝也比较想 比较想念这个女人 那么这个邵翁呢 就是这个听说汉武帝 想念这个女人之后呢 啊 他可能就跟汉武帝忽悠了 他说啊 我有这个方啊 方术呢 就是我有这个一样 一种这个奇特的方法 这个方法能干什么呢 我能在夜里边 把王夫人给这个鬼魂 给招回来 夜智啊 这个智呢 就是招啊 到夜里边的时候呢 我能把王夫人那个神啊 给他这个招回来 同时呢 还有这个造鬼啊 也能把他招过来啊 造鬼呢 就是造神啊 但是呢 他说我必须是在这个晚上啊 才能招啊 他之所以这样说呢 其实这个就是怕白天漏馅啊 怕白天这个穿帮 那么晚上呢 因为这个尤其过去古代啊 不像现在 古代那个也没有电 对吧 也没有其他的这种 比较先进的那种照明的设施 都是点火把的 所以这火把一眼 有的时候是比较暗的啊 所以说在晚上呢 他有很多手法呢 他就可以这个做 可以忽悠 所以他跟汉武帝说呢 我能把你这个想念的死去的 那个王夫人呢 我能把他鬼魂呢 给他招过来 而且还我 你不想见那个造神吗 我能把造神呢 也给招过来 啊 这个招过来之后呢 您大致能看到他那种容貌 哎 这个模模糊糊的啊 这个慌慌糊糊的 那您估计能看清啊 差不多能看清一个一个一个轮廓吧 就跟这个汉武帝这样讲 然后呢 这个汉武帝说行吧 那你要能这样的话 那就就我们就试一下吧 于是呢 就试了一下 也不知道这个李少王用的是什么招啊 结果呢 这个汉武帝也可能是看花眼了 他呢 是自围中望见焉 他自己呢 这个把自己放到这个帷幕里边 啊 然后呢 这个 其实呢 这个李少王啊 他可能是自己设了一个帷幕 然后呢 在里边点个灯 让这个汉武帝呢 这个不要在这个帷幕里边 在别的那个地方的帷幕里边 然后摇见啊 就从远的地方往这个帷幕里边见啊 然后呢 可能就见到一个女人 也不知道这个李少王 是不是有人跟他配合啊 有其他的女人跟他配合 反正总而言之呢 可能这个汉武帝啊 确实从他自己的那个围杖当中 见到了李少翁这个围杖里边 确实有女人在那晃来晃去的 尤其那灯火一晃啊 所以说这个汉武帝就信了 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啊 他就认为这个李少翁啊 这人通神啊 这个这个有惠方术 确实有两手 于是呢 就拜他为文成将军啊 赏赐甚多呀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李少翁啊 就觉得自己是成功了啊 自己的骗术呢 终于把这个汉武帝给整上钩了 所以说这个汉武帝呢 就赏赐给他的东西特别多 而且是以克里礼之啊 并不把这个李少翁呢 作为这个臣子啊 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尊贵的客人 用克里来对待他 那么这个李少翁啊 也就是文成 文成呢 就是李少翁 他就对这个汉武帝说了 都说上吉与神通 说您呢 如果这个吉呢 是如果 您如果呢 想跟这个神进行交往的话 您现在用的那个宫石 您现在住的那个宫石 您用的那个背跟这个服装 他不像神啊 所以那个神物呢 一看您太俗气了 对吧 穿的东西 盖的东西啊 住的地方也不像神 住的地方啊 也不像神 穿的用的这个这个东西啊 所以这神物呢 他就不来 于是呢 这个汉武帝就问了说 那怎么才能让我这个穿的 住的用的地方 才能像神呢 那么这个李少翁说了 说我这个给你画吧 于是乃作画云气车 所谓的这个作画云气车呢 这个作跟画呀 都是动词 是先坐一个车 然后呢 在上边呢 给它画成这个云气啊 大家能想象啊 就是那个车厢的旁边 画一些这个云云鬼鬼的啊 叙叙飘渺的这这种东西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叫云气车 就是带云气的这种车子啊 他就给做这种东西了 然后他就可以忽悠汉武帝啊 说你看这个东西才才真正是像这个啊 神用的啊 所以汉武帝可能也就信了 同时呢 这个李绍峰啊 还给汉武帝准备了这个啊 其他的这些这个东西啊 即各以生日驾车避恶鬼 这个各以生日驾车避恶鬼呢 这个地方是 其实要说起来的话是比较复杂啊 我这里呢 就简单讲一下啊 首先说一下什么叫生日 这个生日呢 就又读圣日也可以啊 这个生日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啊 中国古代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中国古代呢 它是用这个甘枝啊 这个互相配合 然后来祭年啊 祭月 祭日啊 甚至祭时的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甘枝呢 甘就是这个十个天甘 枝呢就是十二个地枝 天甘有十个 那么这个地枝呢 有十二个啊 这个十个天甘 跟十二个地枝呢 互相配合 那怎么配合呢 这个啊 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讲一下啊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读古书的时候 就会听到这个甘枝啊 说这个日子是 比如说甲子年啊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秉晨年呢 类似于像这样的啊 那么比如说 把这个甘 十个天甘呢 分成是五个阳甘 五个阴甘 那么处在啊 奇数位的是阳甘 比如说甲乙丙丁 那么甲乙丙丁啊 物己 更新 人鬼啊 这个呢 是十个天甘 那么这十个天甘呢 那么甲 比如说这个甲 跟丙 像这些呢 都是属于就甲 丙物 耕啊 人啊 这个呢 是属于阳甘 那么剩下的那个 乙丁啊 吉 心鬼啊 这个呢 是这个阴甘啊 是分这个阳甘 跟阴甘的啊 那么同样的道理呢 这个地支 十二个地支呢 也是这样分的 啊 这个子丑 呃 这个子丑 尹卯尘四五位 身有虚害 那么这个 呃 十二个地支呢 他的子 尹 尘 五 身 虚呢 是阳之 那么丑 卯四啊 胃 有害 为阴之 那么你配的时候呢 应该是一个阳之啊 跟一个阳甘互相配合 也就说啊 阳甘配阳之啊 阴甘配阴之 你不能用阳甘配阴之 也不能用阴甘配阳之啊 所以这样来配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这个最后有六十个组合 分别是从甲子 以丑 丙 你这样开始配 然后一直配到这个人屈 鬼害 到底一共是六十个 那么就用这六十个这个甘之的配合呢 来这个祭年 那么祭年的话呢 就是六十年 六十年的算一个甲子花年 一个花甲子年啊 就是一个一个六十年的轮回 那么如果用它来配月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 呃 是这个六十个月 六十个月呢 正好是五年 那么用它配日的话呢 正好是六十天 六十天呢 刚好是一个甘之的周期啊 也就是相当于是两个月 所以说中国古代呢 它这个甘之的配合呢 就是这样配的啊 那么这个古代的甘之呢 这个本来一开始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用这个天干跟地之互相配合 啊 阳干跟这个阳之啊 阴干跟阴之互相配合呢 然后来记日子 但是后来呢 在这个五星学说啊 包括这个阴阳家 在历代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往里加东西了 往里填料了 填什么料呢 它就把中国的五行啊 像这个啊 包括中国的方位啊 包括这个五音呢 像这些东西 全都跟这个甘之配合了 你比如说像这个五行 五行呢 大家都知道啊 是这个金木水火土 因为这个呢 中国古人认为 是个构成世界的元素呢 不外乎就是这几种 金木水火土 这个叫五行 所以说这个古代的五行 五行这个阴阳家呢 就把这五行学说啊 跟这十个天干呢 就这个互相配合 那么两个天干呢 配合一个五行 你比如说这个 像甲乙 这个是属于这个天干啊 他呢 就是他 给他配这个五行呢 就是配木 配木呢 因为木呢 它是属于青色的 对吧 它青色的 它属于东方 那么用这个饼钉啊 配这个火 五行当中的火 因为火是红色的 所以说这个 它这个就是红色 对应的颜色呢 是红色 然后呢 这个南方 因为南方比较热嘛 是属于这个火味的啊 然后呢 这个雾脊 它是属于中央的 那么中央的呢 它是这个配土 五行当中的土 土呢 因为它是黄色的 也颜色呢 配黄色 那么耕心啊 这个天干当中的耕心呢 它是配这个金 金呢 它是属于这个白色的啊 白金嘛 所以说 它是这个配的方位呢 是配西方 那么人鬼呢 它是属于这个 配这个五行呢 是配水 配水呢 因为水呢 它是玄色 玄色呢 就是黑色 是属于北方 用这个五行 跟这个十个天干 把这十个天干呢 分成这个五对啊 然后跟这个方位啊 还有这个跟这个五色 跟它互相配合起来 这样的话呢 就会这个 把这让这个天干呢 就变得很复杂啊 那么这个五行呢 就相克相圣啊 你比如说 因为这个五颗呢 五行呢 比如说这个火是圣金的 那么木是圣土的 那么金是圣木的 等等呢 因为这个五行是相克的 所以呢 它这个就出现一个 这个什么类型呢 比如说在这个某日啊 在某日使用可以这个 这个圣此日干支的 另一类的车马 所以这车马呢 它是分五套的 比如说这一天啊 这一天以甲 以为首的这个干支日呢 它是属于这个木的 它是属于木的 那么所以你这一天呢 那什么刻木呢 金是圣木的 因为五行当中的金圣木的 那金又是属于 是哪个方向的 是属于西方 是属于更心 那是属于白色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 更心呢 是属于就更心属于西方啊 配这个五行当中的金 是白色的 所以说 那么你在这个甲以为首的 这个这个这一天呢 因为你这个天干跟地支呢 这个天干永远在前边 地支呢 永远在后边的啊 所以说你比如说像甲子 甲子这一天 那么甲是天干 子是地支 那要甲 把甲排在前边 把这个子呢 是排在后边的 所以说甲以甲以丙丁 物极更心 以这个十个天干为首的 这个干支日呢 然后你就跟那个颜色啊 跟它的五行来对 你比如说甲以为首的 甲以呢 它是属于这个东方的 因为它配的五行是木 那么这一天啊 虽然是木日啊 这个是甲以日 是木日 那么能胜木的呢 是金 金呢 是白色所以你乘坐的车子呢 叫白色 叫做白色的车子 你就不能做这个青色的 这个车子了 因为什么 为什么做白色的呢 是因为金圣木 那么金呢 这个时候 它是属于这个 在这个 十个天干里面呢 是属于更新 在方位里面 它是属于西方 它颜色呢 是配白色 所以你要坐这个白色的这个车子 那么这个就叫以圣日驾车啊 以这个胜于这一天的啊 那个颜色的那个车子啊 来来这个来驾驶 这个叫以圣日驾车 所以说这个 这东西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解释起来 这个比较复杂 而且这东西呢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啊 阴阳学家玩的一种这个 怎么说呢 是一种文字游戏也好啊 或者是一种这个逻辑游戏也好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这个实际意义的 所以这里这个啊 李绍翁呢 他就玩这一套了 他说这个各以生日啊 驾车避恶鬼 为什么以生日呢 就是想驾他坐的这个 这个云汽车 然后来躲避啊 这个产生的这一天产生的恶鬼 这个呢 叫这个以生日驾车避恶鬼 同时呢 这个李绍翁啊 这个又这个建议汉武帝呢 做这个啊 甘泉公啊 做甘泉公啊 甘泉公本来是秦汉时代的一个离公的名 啊 他是在这个今天陕西省的纯化的西北 在那个北边呢 有甘泉山 就在那个上边 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又坐甘泉公啊 啊 终为台市 在这个甘泉公的中间啊 盖了一个这个台市 然后在那个台市上面呢 画这个天一神 地一神和太一诸神 把这个汉武帝住的地方全都搞得这个神神鬼鬼的 看起来是这个恐怖阴森的啊 就是有这种感觉 而至积聚已至天神 同时呢 放置这个积呢 是放置 放置祭祀的用具来招致这个天神啊 这个因为他前面不说嘛 说你这个汉武帝你住的地方啊 所以说这个公事嘛 你公事背幅都不像神 那呢 我就把你的这个坐的车子给你画成这个像神坐的车子 把你这个坐的那个 你住的那个甘泉公 我就进行加工整理 把你中间那个给你住成一个台啊 然后上面盖个小屋子 然后在那屋子四周呢 画的神神鬼鬼 把这个天一神 地一神啊 还有太一这神呢 全部都画上去 当时这个 也不知道他画呢 这个天一神 地一神 太一神是什么模样啊 所以不知道啊 反正就看起来这个 这个恐怖阴森的啊 可能汉武帝呢 也比较喜欢这一套 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李少皇就跟汉武帝说啊 说你这样一弄啊 对啊 再把这个祭祀的用具 把它准备起来 那么天神就会过来了 因为你住的地方 用的地方 全都是像神了 那么神呢 才能过来 居碎鱼啊 可是呢 这个过了一年多呀 这个齐方一摔 这天神也不来呀 所以呢 这个李少皇那个方子啊 就越来越没用了 一摔呢 就感觉汉武帝说 你看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说这么玩 你把我住的地方 画的神神鬼鬼的 然后你又给我这个正常的 是给我坐这个云汽车啊 上面车子上面也画的 这个也是一句神神鬼鬼的 你说我能把天神招了 可是过了这个一年多了 对吧 已经这个这么长时间了 天神怎么还不来呢 李少皇这个时候 他就没借口了 李少皇说这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神不治啊 就神不来 所以李少皇他就得要想继续忽悠这个汉武帝啊 保住他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 他就必须得继续忽悠他 那怎么忽悠呢 这李少皇啊 就想出一个绝招 说怎么办呢 才能把这汉武帝给这个蒙过去呢 于是呢 他就用这个布博啊 然后呢 就布以博书啊 在那布博上边呢 写了一堆这个字 啊 博书 以犯牛 然后呢 把这个布博呢 就以不知道以什么手段啊 就强行的 饭呢 是喂的意思 让这个老牛吃进去 那老牛肯定是不吃的 不吃 那李少皇可能也是有招啊 找一帮人 把这老牛摁到 然后从他嘴里面直接给塞进去 然后就拿着棍子往里捅 可能愣把这个布博呢 就给捅到这个牛的胃里边了 捅到胃里面之后呢 然后这个李少皇啊 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 胃里边之后呢 李少皇就不知道吧 因为这事 这些事做的都是这个秘密做的 所以叫祥福之野 这里的祥呢 是那个通那个羊啊 就通那个带单人的那个羊 啊 就是假装那一次 所以李少皇呢 也不知道啊 假装自己不知道啊 然后他就跑到汉武帝呢 这跟这个汉武帝就忽悠我 他说这个 我最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我找到一头牛 我觉得这个牛肚子当中 有有有有有事啊 有奇怪啊 这个就好像有怪 说不信 你把这牛抓过来之后 你看一下 然后我听说 那就把那牛给牵了 牵过来吧 你不说那牛肚子里边 有这个鬼怪吗 那我看看有什么鬼怪啊 然后把这牛给牵过来之后 李少皇说的 不信你把这牛给宰了 然后你看看肚子里边 肯定有东西 然后汉武帝说 那把这牛给宰了吧 看看那肚子里边有啥 结果一杀呢 之后发现 哎 里边就得到了那个李少皇事先 事先做的那个用博写的那个书 然后呢 他写的时候呢 故意把那个字写得神神鬼鬼的 让谁都不认识 叫书 书言奇怪 而且上面说的事呢 说的是非常怪 让大家都听不懂 看一看不懂 所说的事是特别怪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汉武帝啊 其实呢 已经这个有点怀疑了 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这个 你李少皇你是蒙我呀 所以说这个汉武帝 虽然有点这个 这个一门心思啊 信鬼信神 但是他并不并不傻呀 他就觉得这李少皇 好像是不是胡我呀 然后呢 这个当时呢 就有一个人呢 就说这个 说这个 这个从牛肚子里边 这个掏出来的这个博呀 这上面写的字 我好像认识这个笔记 好像是像 这个某人的这个书法 因为这个字 怎么跟他写的这么像呢 然后汉武帝说的 啊 有这个事吗 那你把那人给我找回来 把问一下 结果呢 就是这个 就把那个人 写书的那人给找回来了 这人肯定是李少皇 这个是花钱雇的啊 是让他写的 就把这人给找回来了 找回来之后就拷问 这里的问的是拷问 就拷问这个人 说这个布博山 这事是不是你写的 这人肯定一开始还不承认 不承认 那他经不住揍啊 对吧 这个打的也疼 然后这人可能就经不过 这个挨打 就承认了 说是李 这个是李少翁 雇我让我写的 结果这汉武帝说 你看我就觉得 这里边有鬼吗 这个是伪书 就是这个是假作的 就根本不是这个神 这个这个什么写的书 于是呢 这个汉武帝说 好啊 你李少翁 你敢蒙我 于是就诛这个文成将军 文成将军呢 就是李少翁 就把他给宰了 但是呢 汉武帝觉得这事啊 就是虽然把他给宰了 他自己是解气了 但是这事不能传出去 因为传出去的话 对自己的脸面上是没光的 就觉得自己这人是不是太蠢了 对吧 相信这样一个人 让这样一个人 给一个大骗子 给忽悠成这样 所以说汉武帝呢 就秘密的把这个文成将军呢 给杀了 杀了而隐之 那么把这件事呢 就给这个隐藏起来 他就不想这个显示自己的这个短处啊 这个呢 也是汉武帝 这个他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嘛 啊 所以说这个文成将军呢 他呢 就没向前边的那些 这个忽悠汉武帝的那些人啊 这个像这个 像像这个绍军呢 像这些人都得到了这个 像李绍军啊 像这个就得到了这个正果 一直忽悠汉武帝忽悠到死 算成功了 这个他死了之后 汉武帝都不觉得他死 像这个这个李绍翁呢 这个就失败了 对吧 忽悠到一半的时候 忽悠不下去了 结果呢 这个这个脑袋被汉武帝给砍了 啊 其后 则又作不百粮同住啊 成路仙人掌知属矣 那么这个从这件事以后呢 其实汉武帝啊 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了 但是呢 他这个一门心思啊 就是想让自己长生不老 想见这个仙啊 见仙人 所以说他还是信这套 那信这套 你只要相信这个 就会有人这个欺骗你啊 随后呢 又做了这个百粮啊 百粮呢 是一个台子的名字啊 然后铜柱啊 铜柱呢 就用铜做了一个大柱子 然后成路仙人掌 这个成路仙人掌呢 是在那个啊 又做了在那个铜柱子的上边啊 就做了一个啊 用铜啊 做了一个像仙人掌 那样的一种东西啊 长的这个 做的这个东西呢 长的有点像仙人掌 然后仙人掌干什么呢 就是用他这个啊 来接那个鹿水 就是能接鹿水的那个仙人掌 那为什么在这个铜柱子上做呢 是因为铜柱子比较高 那么高呢 他就接近这个天空啊 接近天空呢 他就是离神比较近啊 所以说呢 就用这个东西呢 来接这个鹿水 那接这个鹿水干啥呢 后来有这个其他的史料证明啊 这个汉武帝把这鹿水接下来之后呢 啊 就把那个就是金属的碎末啊 可能磨得比较碎啊 磨得稀碎之后呢 然后这个和这个这个这个鹿水呢 合起来之后 然后喝掉啊 可能有这个有方式忽悠他说 你吃喝这个东西 那么你可能长生不老 所以说你像汉武帝这种人 他也不可能长寿啊 吃的这个东西都是纵金属啊 所以说就这个喝进去了啊 汉武帝呢 这个一直到目前为止呢 他还是对这个啊 信神信鬼这个事呢 是這個非常虔诚的啊 oh ah